你知道拥有透心术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吗 不知道从何开始我竟能听到大师姐的心声 谁能想到 外表清冷的大师姐 心里却在刻我和二师弟的CP 二师弟不过是看我你一眼 你就这么不争气地直立我起来 真是个可爱的小宝宝呢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云瑶躺在事件台下 嘴角一出鲜血 看着站在事件台上的少女 少女穿着鹅黄长裙 姿态高傲 提着长剑道 云瑶大师姐 承让 云瑶俯着受伤的心口 没说话 望向四周 一群尹云宗弟子 神色各异地看着她 眼神有失望 讥讽 也与细细碎碎的议论声 也随之而来 什么呀 还以为大师姐有多厉害呢 平常对我们那么清高自傲 原来就是个花架子 就是 不过刚入门的时节弟子都打不过 但这个白小姐还真厉害 你们不知道 这白小姐出身普通 但好像背后的师父特别厉害 是她寒酸师门的团宠吗 如今败入我们尹云宗 只怕是尹云宗未来的大师姐 要换人了 云瑶看着主位上那些大人的目光 果然都盯着台子上的少女 越看眼睛越亮 仿佛她是什么西式珍宝 甚至 连平常她身边的那些师兄弟 都目光灼灼盯着少女 仿佛一见清醒 云瑶感受着四周围的鲜活气 慢慢站起来 身体的疼痛如此真实 却让她很兴奋 她穿越回来了 回到这具身体 在被白软软打败的这一天 但她其实不算是 这具身体的主人 而是五百年前 被一群修真者 攻打三天三夜的魔尊 那些修真人觉得 她是戾气所生 是天生的恶人 反反复复尝试 杀她很多次没成功 最后 纵横大陆所有修真人前往 死在她手里的修真者 一波接着一波 她杀了纵横大陆八成的修真人 最后才死在六大掌门手中 六大宗门胡子发白 联合千万弟子 用尽毕生所学让她死 却没人知道 她其实没死透 她的一部分少有的魂魄 留在世间 经过多年搓磨 转世投胎 成了这具身体 云摇 她自己本体化作黑雾 漂浮在世间 偶尔穿越到未来 看一看未来的生活 也会陪在这个转世身边看戏 转世的她很努力 六岁家破人亡 后来到隐云宗 是个眷王 晨起练剑 晚上也练剑 一门心思修真 园主因为不苟言笑 过于认真 不受弟子喜欢 可尽管如此 她也是一门心思对待师门 直到有一天 一个漂亮灵巧的少女 来到隐云宗 她天资愚笨 而且能力只有助激进十阶 却能打败修行七十多年 且助激进六阶的云摇 云摇难以置信 从那一天开始 一切都变了 云摇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大师姐 宗门的人嘴碎得很 说她能力不够 被十阶吊着打 而白软软突飞猛进 竟然在短短七日内 升级成五阶 直阶超过了她 慢慢的 师尊开始偏袒白软软 师兄弟也越来越喜欢她 云摇开始被人遗忘 在无数次的被人忽视 和对白软软的包庇偏袒中 经过很多偏袒对待 最终走火入魔 被白软软一箭贯穿心脏 那一瞬间 失去理智的云摇清醒过来时 看到的就是白软软正义凛然 而师父和师兄弟 一脸厌弃的样子 云摇倒在地上抽搐着 他们默然离开 不再看她一眼 只有她 化作魂魄 走到云摇面前 云摇注意到她 发抖起唇 说了一句话 是不是 我还不够 努力 所以 他们 不喜欢我 她张了张嘴 想说话 但云摇没有等到答案 安静断了气 尸体还在睁着眼望着天 而灵魂 以为被白软软 用隐云宗亲手打造的剑 刺穿胸膛 魂飞魄散了 甚至没办法重生 没办法回去复仇 转世投胎 她一直都很喜欢的一小部分灵魂 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她 那一刻 她突然觉得 她这个魔尊 应该现实了 所以 她进入云摇的身体 穿越回她被踩在脚底的这一天 突然 一道开心的声音打破她的回响 我就说 我们家丫头厉害吧 云摇侧目 便见一个糟老头子 穿得破破烂烂 腰上还挂着一个酒葫芦 没心没肺地道 你这隐云宗的小年轻 还看不上我徒弟 我徒弟这是来你这里进修了 不然我都不同意啊 按照我们的约定 你可要同意我徒弟进入你宗门哦 白软软无奈扯唇 天天道 老头子别闹了 是云摇师姐让着我呢 对吧 云摇师姐 云摇踏上台子 看着她不说话 引云宗师尊促起白眉 清冷如化的眉眼 已然染了韵母 云摇 退下 云摇没动 师尊沉声 云摇 退下 她还是不动 只是望向白软软 徐徐勾起一抹笑意 你说的没错 本尊 我确实是让着你了 白软软一正 全场更是一片哗然 让着 有没有开玩笑啊 师姐这嘴也太硬了 天塌下来 也有师姐的嘴顶着 她刚才被打得手无腹肌之力 连训练剑都被打碎了 还好意思说自己让着 她丢脸呗 强行晚尊 现在 这不仅仅我们引云宗宗主在这儿 还有好几个宗主也在呢 她能不能别丢脸啊 白软软反应很机灵 笑音音道 承蒙师姐后爱 都吐血了 还愿意让着我 云摇也厚着脸皮笑 站在事件台上道 你是很厉害 身上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护着才会强行赢得比赛 否则 你就是把你十根手指头 掰成二十个用 也抵不过我 她可以很肯定 白软软身上有东西 但具体是什么 她尚且不知 白软软梅雨染上不服 挑眉道 那师姐既然说让了我 那请你再次叫一番 云摇徐徐勾起嘴角 不 现场立刻响起嘲笑声 可云摇却转过身 束手指向顶上那个 没心没肺的老顽童 我要挑战你师父 只有你师父 才配跟我打 笑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愣住了 老顽童笑容也骤然消失 匪夷所思看着她 她灿然一笑 露出一颗娇俏的狐牙 老头子 你敢 还是不敢 尹云宗被一片死寂萦绕着 所有人都震惊望着她 仿佛她吃错了药 但云摇笑得很狡猾 她能够感觉到 这个老顽童 是当初杀死她的宗门之一的后代 身上那骨子臭气 跟当初如出一辙 所以 这场仗 她赢定了 第二章 老顽童你不会输不起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老顽童收了吊锒叹的气势 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姑娘 输不起我徒弟也不用这么找死 你是打不过我的 师尊更是怒目而视 云摇 你在发什么疯 退下 师兄弟也露出不解之色 低喝道 云摇 你赶紧下来 问龙宗宗主 岂是你能挑战的 别胡闹了 云摇副手而立 鸡翘勾唇 不敢 老顽童彻底沉了脸 白软软上前谴责 云摇师姐 我能理解你打输了不服气 但我师父是一宗宗主 哪怕问龙宗落寞了 也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侮辱的 云摇压一挑眉 转身望着他 这就算侮辱了 白软软汗手 他却宁笑一声 打了个响指 那这样呢 众人一正 云摇竟然瞬间消失在所有人面前 闪现在老顽童身后 老顽童瞳孔皱缩 还未等闪躲 猛地被一脚踹飞 他重重扑倒上轮箭台 痛意骤然袭来 这家伙竟然能够踹得动他 他恶然转头 而云摇却轻松扶在空中 朝他飞去 老顽童抽出腰间打狗棒底柱 云摇单掌席向打狗棒 丝毫没有用尽全力 名笑勾纯 老东西 带着你的徒弟来砸我的场子 我同意 让他成为我云摇大人的小师妹 但你 得给我半条命 作为入门费 老顽童脸色大变 明显感觉体力不支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被抽空 但他依然咬牙道 那你做梦 他冷笑 当初圆主黑化 有老顽童的因素 圆主自从战败白软软 老顽童就嘲笑他既不如人 每次见到圆主 他都要笑话圆主 圆主懂礼貌 不以下饭上 可他每次都在圆主战败失落的时候 当众笑话他 每每见到他 都要当着一众长辈和弟子对着他道 看见没有 这家伙可是尹云宗的神童 结果被我徒弟十姐给打败了 可垃圾了 哈哈哈哈 那些笑话 全都变成挤压他走火入魔的一根根刺 云摇稍稍用力 手一转 抓住打狗棍将老顽童往地上砸去 老顽童想要翻身 云摇红唇倾启定 老顽童瞬间凝制不动 他难以置信瞪大眼 身体被云摇重重砸倒在地 而云摇也不松懈 抓住他的棍子左右疯狂往地上拍 跟甩柄一样 左边拍下 右边拍下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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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老顽童被他疯狂往地上砸 他抽空回头望向震惊不已的白软软 轻笑 这样 才是真正的侮辱哦 所有人都惊住了 而老顽童更没有挣扎的力气 被重重拍倒在地 呕出一口血 云摇眼眸一暗 缓缓浮在空中 所有人的长剑竟然开始嗡嗡震战 书得窜到他身后 剑锋直指老顽童 引云宗上万名弟子 而他身后就有上万把剑 所有弟子都愕然看着 云摇感受着空气里面 自己无穷无尽的能量 红唇勾起 下面我将随机抽取几个幸运长剑 刺穿老顽童的心脏 老铁门灵力石和灵结法宝刷起来 众人 白软软当机立断 冲向老顽童面前 云摇暗笑 不自量力 他身后剑锋如咒语即下 可就在这一瞬间 面前突然蓝光乍现 透明屏障隔绝掉所有武器 阻隔在那一层薄膜之间 那结界正在与他的剑锋 艰难抵抗着 云摇轻松挑眉 王威望着创造了这层薄膜的人 尹云宗师尊白月兰 移手向抵 寒风吹拂着他的白发 他正义凛然 却也是个十足的美人 云摇 你以下范上 速速停手 否则 我们尹云宗不留你这样的孽障 云摇微微一正 突然醒悟过来 他那老魔尊的毛病又犯了 竟对这群人又动了杀心 若是此时此刻离开尹云宗 将人都杀干净 就失去了他穿越到今日的意义 他要让云摇经历过的事情 这群人都经历一遍 云摇微微一笑 好的师尊 我听您的 白月兰一正 惊见他如邪魅冲向他面前 与他擦肩而过 那一瞬间 时间仿佛放慢了 白月兰清楚看见少女末发翻飞 一双灵气桃花木凝着他 调笑地冲他眨了下眼 下一刻 云摇一脚踹向白软软 白软软猝不及防 猛地被踹到在实践台的柱子上 顷刻间 柱子瞬间裂成一道巨大的缝隙 白软软卡在柱子缝隙里 一口鲜血喷出 抠都抠不出来 刹那间 万籁俱寂 云摇不及不许 走到老顽童面前 拱手作医 问龙宗宗主 承让 老顽童震惊地瞪着他 疼得说不出话 他讽刺勾唇 傲然转身看向众弟子 怎么 一个个都傻眼了 不知道给我来点激情的掌声吗 白给你们表演 暴打问龙宗宗主了是不是 大家反应过来 云摇师姐把问龙宗宗主抓起来打呀 怪不得云摇师姐这么拽 原来是身藏不露的高手啊 可是问龙宗宗主是灵阶先天静啊 师姐就是个六阶柱激静 这怎么做到的 你管怎么做到的 反正我们赢了不就完了 你看这不爽吗 爽 师姐是真厉害啊 看得我都不能呼吸了 突然觉得大师姐变得顺眼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弟子高声欢呼 大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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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摇捏玉剑而起 给众弟子们一个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说完竟然扬长而去 其他宗门的宗主 见状脸色一沉 孽徒 伤害了问龙宗宗主 竟然想要一走了之 如此不懂尊卑 还不速速留下 云摇驻足足回望 倒是疑惑 这不是切磋吗 难道还想要碰瓷啊 他重新飞回台子上 看着破破烂烂的问龙宗宗主 老东西 我看你平常吸引笑脸开开心心 怎么被我这个晚辈打输了 就开始找人给你伸张正义 我堂堂正正跟你决斗 是你自己打不过我 你不会输不起吧 不会吧 不会吧 第三章 让我们欢迎小师妹白软软 老顽童气得胡子翻飞 说不出话 他堂堂一代宗主 怎么会被一个小辈吊打 而且是抓在手里打的那种 云摇笑成眯眯眼 不过 我确实是不应该走 他遇见而起 来到白软软面前 抓住他脑袋 将他从柱子缝隙里抠出来 白软软闭目惨叫 老顽童一边吐血 一边在地上爬 徒弟 云摇扑斥一笑 这什么啊 这帮修真者都这么有趣吗 好心好意救他 活像是他要杀他一样 他飞身落到舞台上 单手轻松拎着白软软脑袋 这家伙甚至下半身都在地上拖沓着 嘴角有血液渗透出来 云摇眼底 狡黠如波光流转 徐徐道 尹云宗的弟子听着 我们从此以后多了一个小师妹 大家欢迎小师妹白软软 白软软用尽力气看向他 眼中怒意增生 弟子们正愣片刻 回应道 欢迎小师妹 哈哈哈哈 小师妹被打得好惨 哈哈哈哈 欢迎小师妹 这么一看 我们大师姐还是手下留情了 大师姐好酷好酷 大师姐你带我走吧 云摇愉悦扫向白软软 欢迎小师妹入我引云踪 以后就请多多指教 他手一松 白软软轰然倒地 呕出一口血 云摇轻蔑躲开 迈步离开众弟子 自动让开两条路 望着他的眼神愈发明亮 伸手作医 恭送大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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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摇眼底拂过流光 斜眼向上 看向那些一个个宗主 宗主们的神情 皆是难以置信 他冷笑一声 偏偏然离开 白月兰总算是反应过来 命令弟子道 素素来人将问龙宗宗主 和白软软送去喜灵阁休养 他清冷眼眸 锁定在云摇的背影上 凝重地皱了皱眉 云摇回到房间 推门而入 空气里面弥漫着很好闻的茉莉花香 他有一些恍然 恍惚间 他好像还是那一团魔器 跟在圆主身边 他不是没有想过 要帮助圆主 圆主六岁时家破人亡 他就出现在圆主面前 说要带他入魔 那时候 一个倔强的小姑娘看着他 含着泪 却口齿凌厉 我知道你是谁 我也知道 你一直在跟着我 但是 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想要过我自己的人生 他有些症吗 你想要过什么人生 圆主站起来 抹掉眼泪道 我想要变强 想要和你一样 但又跟你不一样 你是最厉害的魔尊 我就成为修真界最厉害的那个人 我要加入最强大的隐云宗 他皱了皱眉 你要知道 当魔可以自由自在 圆主眼中闪烁着 与他年少时一样的光 我要修真 我就是要修真 我不想再跟你一样 过着 被所有人追杀托骂的日子 他沉默了 帮圆主入隐云宗 陪他日出日落的训练 看他抛弃掉 一切欲望越来越强 他知道 自己的转世很强大 只要是圆主稳定进步下去 成为异宗门的宗主 或者继承隐云宗 都没有问题 可白软软的出现 打乱了圆主的计划 白软软在圆主鼎盛时期 将圆主打败 随后 他就跟魅妖一样 师兄弟都开始喜欢他 师尊也喜欢他 白软软受伤 所有师兄师弟都去照顾 白软软堕入魔镜 师尊亲自去救 甚至所有灵兽 都跟疯了一样 追随白软软 各大宗门抢着 给他当师父 当师父不成 就当干爹 要说圆主不在乎是真的 大师姐之位被架空 无人尊敬他 他所过之处 全都是嘲讽 他领取任务 掉了半条命杀死魔物 拖着受伤的身体走回来时 看到师尊正笑着 戴上了白软软的花 师兄弟也围在白软软身边 他们站在一起 美得像是一幅画 后来 白软软被魔族新任魔尊抓 引云宗众弟子全体去营救 他也在其中 他不顾性命潜入魔族 拯救白软软 却亲眼看见 白软软抚摸魔尊 眉心的那点印记 感叹着说 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眉眼 他将此事如实禀报 认为白软软投尘魔尊 却没想到 没过多久 魔尊竟然抱着白软软杀出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费了他精心修炼几十年的鲜脉 说他嘴碎圆主 只是说了实情而已 在寝客间被打回凡人 绝望地在地上嚎啕大哭 可师兄弟和师父 都默然地看着远主 白软软也就是一句 魔尊 你看他罪不至此 何必呢 魔尊爱恋地抚摸着他的脸 待他飞回魔界 众师兄弟追随 无一人留在远主身边 他终于忍无可忍 要冲出去杀人 可远主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抓住他 不要 他制住脚步 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 你还不让我动手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样愚蠢会害死你自己的 远主脆弱地看着他 我必将保持我的良善 我再努力努力 再努力努力 他觉得很荒谬 被这家伙气得 想要甩袖就走 但他突然想到 如果他走了 远主身边就一个人都没有了 终于 他还是将远主抱起 送回远主年幼时的旧宅 远主虚弱地靠在他怀里 轻声弥谈 魔尊 你会成为魔尊 是因为 你也像我这样被欺负了吗 他沉默了一下 我就是掀开棺材 把我全家都杀了而已 远主恍惚了下 艰难看他 他们对你不好吗 他危症 头一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远主颤抖着伸出手 抚摸他的脸 我是你的一点神魂 我知道 你不是坏人 我全都知道 我死后 把我的魂吸走 他一直都很干净 他耿住 我不会让你死的 等我 他用最快的速度 飞向八荒荒凉之处 受着天雷惩罚 抢一朵可以让先卖死而复生的枯木花 这朵花 可以助远主从六阶上九阶 远主一定会高兴的 可等他攥着花回来的时候 恰好 远主被白软软一剑刺穿胸膛 多可笑 白软软可以抚摸着魔尊的眉眼 夸他好看 却不能够容忍 为了快速修复鲜脉 而走火入魔的大尸检 第四章 他现在是扭呼噜魔尊 当时 云瑶捏着闪闪发光的花 浑身都是脏污 远主倒在地上抽搐 后来 远主死了 那微不足道的 干净的神魂 也被白软软弄得魂飞破散了 他抱着远主的尸体沉默良久 终于引得地面震动 兽鸟惊飞 他先冲进魔族 杀尽一切阻挡他的魔 见到了寄人魔尊 魔尊很紧张地问他是谁 他慢条思理地回答 我是你爹 然后 他指了指他的宝座 还是这把椅子的创造者 魔尊难以置信 瞪大眼 他笑得更加良善 听说你眼睛长得很好看 挖下来 让我把玩 于是 他带着魔尊和他的眼珠子 杀尽隐云踪 见面先把眼珠子甩白软软 脸上了白软软下的尖叫 他玩味道 叫什么 这不是 你喜欢的眼睛吗 本尊送你了 后来 他杀尽整个修真界 和圆主有过瓜葛的人 满地的尸体 血腥味 怎样也散不去 他抱着圆主 踩在白软软尸体上 望着地上横七竖八的 师兄弟尸体 却依旧觉得不解气 仅存的 没有对圆主伤害过的人 战战兢兢地问 你杀了这么多人 你就没有一点点良知吗 良知 他木讷地看着怀中 脸色灰白的圆主 他最后的一丝良知 已经被杀死了 是被修真者亲手杀死的 茫茫大帝 他没有仇人 没有朋友 放眼望去 全都是面目猙獰的尸体 着实无趣的紧 早知道会这么孤独 他慢点杀死白软软就好了 所以 经过三秒钟的思考 他回来了 这次不杀人 主打的就是一波感受 云瑶回过神 突然注意到桌面上放的糖葫芦 他赶紧将其拿起 上面还透露着 圆主残留的法术 上一世 圆主出任务总给他带糖葫芦 他就已在圆主那个窗户外面 装模作样地道 大师姐 度我啊 我魔气入体 如何能成心啊 圆主吃笑 从背后拿出一串糖葫芦 呜 他有些吃惊 这什么 圆主挑眉 五百年前 差点一举毁了修真界的魔尊 竟然不知糖葫芦这等民间小吃 这是我出任务 去凡间特意给你带过来的 隐云宗四季如春 这糖葫芦怕热 上面还有我的寒冰树呢 我保证你吃到嘴里 还是冰冰凉凉的 他突然背上心头 看着上面仅存的一点点微弱的法术 不知不觉间 泪流满面 圆主不过就是 他魂魄散落出去的小小良知而已 可偏生就这小小良知存活的短暂几十年里 给了他当魔尊时都不曾有过的 田径安宁的岁月 所以 他要让这帮人感受到圆主的痛苦 还要振兴魔族 他要让白软软一点点感受到 自己曾经拥有的 却被人夺去的感觉 修真哲掌控大权的年间已经过去了 他现在是纽葫芦准魔尊 不求魔族当道 只求分庭抗礼 突然 门被人敲响 师妹 你在吗 云瑶将唐葫芦收到储物界内 打开门 春光正好 大师兄裴林站在日光下 清俊面容凝重而复杂 师父找你 他眼波流转 上一世圆主被打败之后 只有师兄裴林爱看他 给他要吃 像是兄长一样关爱他 裴林是真心实意拿圆主当妹子宠的 也只有裴林没有倒戈白软软 但也没有几天就死在了魔族手中 他对裴林自然是尊重的 师尊终于想通了 我打败了问龙宗宗主 是不是应该给我掌掌工资了 裴林表情愈发凝重你来就知道了 他随着裴林一同走向影云宗大殿 裴林频频回头看他 你为什么要下次死守 他漫不经心 没有下死守啊 我刚才就相当于放了个屁 遭老头子被屁崩了个半死 他应该反思他自己 裴林 他震惊 你把人家打了个半死 对啊 云遥理直气壮 他嘴尖挑衅我 我当然打他 他打又打不过 他不反思谁反思 我反思吗 裴林当场实话 他拍了拍他肩膀 师兄 有空多责怪别人 少检讨自己 不然会长不高的 裴林嘴角抽搐 他一米七他矮吗 他怎么就被顺便嘲讽了身高 云遥诗诗然进入大殿 守备在身后 魔尊气势拿捏十足 突然他反应过来 他现在好像是个小辈 小辈怎么走路来着 云遥有点懊恼 可恶 都怪他平日里面 眼睛容不得弱者 从来没有观察过 弱者如何生活 现在小师弟小师妹 怎么走路都不会 算了 他的决定就是最棒的 大殿中 白月兰眉宇凝重 听到有人道 大师姐到了 他先眸看向门口 沉重大门缓缓打开 正中间的女生 显露在众人面前 白月兰被光晃的眯眼 定睛一瞧 嘴角一抽 云遥单手插腰 神情冷酷 跟走梯台一样 闪亮登场 弱大的正殿 仿佛是他的秀长 他双腿秀长 钉字不走的 那叫一个刚进有力 来到他面前 腿一叉 胯一顶 PASS一摆 师尊 您找我 白月兰 众弟子 其他宗门宗主 这什么姿势 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 白月兰促眉 扫向一旁的老顽童 速速给问龙宗宗主道歉 他挑眉望向老顽童 刚才还被他 做得吐血的家伙 眼下竟然只是 有些疲惫的椅在椅子上 而白软软 坐在另外一边的椅子上 虚弱扶着心口 却与他 揍得半死的样子 大相径庭 他不喜醋眉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康复得这么快 他可是下了死守的 没有三个月好不起来 老顽童见了他 哼笑一声 可别 我这一把老骨头 经不起迷这影云宗 大师姐的一声道歉 他刚才偷袭我 如今还要让他 假惺惺道歉 着实恶心 若不是我徒弟会制药 给我这把老骨头一颗神药 我只怕是十天半个月 也下白床 白软软强扯出一抹笑 大师姐真是好伸手 只是不该对我们下死守 刚才那么一瞬间 我还以为你要打死我们呢 第五章 问龙宗宗主给我做 我们俩两亲 云瑶异姓阑珊 他又不是没打死过他 连老顽童 都是被他一脚踩死的 如今修真界一介不如一介 五百年前六大宗主 带着所有弟子前仆后继 用尽毕生所学杀了他 杀死他之后 气韵也尽 每两天就都死了 他现在的能力 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 修真界都被他屠杀了 眼前的这对师徒算个屁 他淡然道 既然不需要我道歉 为何不在师尊 要叫我来的时候 阻止师尊 好生虚伪啊 老顽童眼睛瞪得像同龄 你 白月兰更是怒斥 云瑶 不许以下范上 赶紧赔礼道歉 问龙宗宗主大度 会原谅你的无礼 云瑶冷笑连连 我为何要道歉 就因为她是我的手下败将 其他宗主脸色一沉 白宗主 您瞧瞧宁宗门下的这个大师姐 真是清高自傲 她以步伐手段获胜 竟然可以如此理智气壮 此等涅徒 必然要赶离引云宗 好啊 那就赶走我了 云瑶欣然应允 笑得很是妩媚 问龙宗宗主 在我手中如虫子般软弱可欺 只怕这个消息 已经传遍整个大陆了吧 大伙脸色一变 云瑶不疾不虚地道 轻松打败问龙宗宗主 我就是所有人眼中 炙手可热的星星 谁要是带走了我 谁就相当于得到一个宗门 可以挤进前十的宝靠 谁会对我这样的弟子 才不心动啊 那些宗主们听这话 眸光微善 竟然开始垂下眼眸 开始认真私存起来 他们动心了 白月兰见到这帮人的反应 脸黑得可怕 这是他徒弟 他们在想什么 云瑶打败问龙宗宗主 自然是他教导有方 他是不会把云瑶赶走的 他镇定地看着云瑶 眼神警告 云瑶 你实在是没有规矩 问龙宗主 这是在让着你 你打败宗主 以下犯上 就应该道歉 云瑶不屑一顾 哦 就因为我厉害 所以我要对废物道歉 那我为什么 还要努力变强 大家干脆在一起内卷 比谁更废物好了呀 是不是 他这一句反问 给所有人都问住了 云瑶挽过并边碎发 余光扫视着 底下那些旁听的高级弟子 再将视线 落在脸色铁青的老顽童身上 老头子 当时你没想过还手吗 那把汉诺我分好 所以你自己废物 需要我道歉吗 你一点老脸 也不要吗 老顽童气得浑身发抖 眼中一点点迸发红血丝 你这妖女 字字诛心 真是字字诛心 云瑶冷笑 可别这么说 我是这儿八经的修真人 身上没有一点魔气 不信你查查 大家听到这话 迅速打开神眼 检查他的鲜脉 他身上干干净净 一点魔气都没有 云瑶已经把自己身上的魔力封印了 他的魔气 只在必要的时候出手 因为很有可能会被人发现 是魔尊现实 就没办法继续潜伏在这里了 他本身 也是要以一个正儿八经的修真者 来向他们宣战 云瑶双手抱怀 悠哉悠哉 老东西 我知道你心里对我不平衡 你觉得我以下范上 或者我当着这么多小辈打了你 算是薄了你的脸面 但你应该反思反思你自己啊 你这么大岁数 打不过我一个小辈 难看不难看 这问龙宗的宝座 你坐着不扎屁股吗 老顽童陡然起了警惕 那你什么意思 云瑶戏谑道 天下强者为尊 我比你强 你却要我道歉 算是你以下范上 我可以原谅你 对我这个胜利者的无礼 只要你把问龙宗宗主的位置给我坐 咱俩两清 高级弟子们皆是倒抽一口冷气 师兄弟们更是震惊 白月兰梅宇已然凝聚着挥不去的怒意 正叙事待发 弟子们在底下交头接耳 大师姐竟然要让他把问龙宗的宗主之位给他做 他好大的胆子 大师姐这一波真是好勇猛啊 突然觉得大师姐好帅 如果大师姐真能够成为问龙宗主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有一个宗主大师姐 别想了 人家怎么可能给他 问龙宗宗主就算是再怎么好说话 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欺负的 大师姐这样子就是在以下范上 就是在找死 师尊说不定会把他赶出宗门呢 大师姐也是飘了 从前大师姐虽然像是一座冰山 却很有礼貌 从不以下范上 如今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轻狂自傲 师尊定然会发怒的 云瑶可不管白月兰生不生气 白月兰就是个傻逼恋爱脑而已 她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老顽童 问龙宗宗主 回答呀 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白月兰终于忍无可忍 将她拉走 够了 你现在去给本尊去撕过牙 好好撕过 她笑得狡黠 我会撕过的 但是要在 拿到问龙宗宗主之后 白月兰瞳孔皱缩 看她与平常相差无几的眼睛 竟然感觉陌生 云瑶 你从前最是懂规矩的 云瑶眼底浮起一抹冷意 笑意不达眼底 师尊 那些规矩 我昨天拿去喂狗了 现在都已经变成狗粑粑了 不好意思 你来迟了 白月兰 突然 老顽童开口了 如果我把问龙宗宗主的位置给你 你确定你坐得稳吗 所有人都震惊 望向老顽童 云瑶不疾不徐 坐不坐得稳 你拿来不就知道了 老顽童冷笑一声 扯下腰间携带的那块木牌 那好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问龙宗的宗主了 但一旦你坐不住 底下人把你反了 也是可以的 你要是有能耐 就一直坐在这个宝座上 别让我拿回来 白软软难以置信 老东西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能够 把你的宗主之位让给他 老顽童却是镇定自若 示意他安静 似乎自有计划 云瑶完全无视 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木牌 没有问题 可是 就在他接过这宗主门牌的一刹那 外面弟子急匆匆赶来 拜见师尊和众宗主 不好了 问龙宗宗们 突然出现三个三阶妖兽 现在整个问龙宗 都在一片混乱之中 还请问龙宗宗主 速速回宗 弟子们脸色变了变 不约而同望向云瑶 太倒霉了吧 刚拿到宗主 就遇到三阶妖兽 这不是要被活活撕死 老顽童冷笑一声 看着云瑶道 我这个老东西 已经不是问龙宗宗主了 云瑶宗主 现在到你可以保护 你宗门安全的时候了 请吧 云瑶挑起眉梢 微微一笑 这正是我想要的 第六章 拯救本尊那个快要烂透的宗门 老顽童眼底划过一抹诧异 带着几分深究 云瑶暗暗冷笑 上一世 这个时间点 元主已经被打败了 躺在家里不省人事 问龙宗突然出现三个三阶魔兽 不管是筑基七六阶的云瑶 还是筑基七十阶的白软软 都是打不过 但是白软软主动请鹰 还打过了 获得了老顽童所赐的 问龙宗宗主职位 在大陆上的名气瞬间炸了 那一天 整个大陆都知道 白软软打败了 筑基七六阶的 隐云宗大师姐 也都知道 白软软亲手杀死了 问龙宗所有弟子 都打不死的三个三阶魔兽 这是白软软 在这大陆中 打响名气的第一天 也是元主彻底走向悲剧的第一天 现在 名气是他的 问龙宗也是他的了 云瑶优雅把牌子收入袖兜 回首道 我的剑士呢 那些高级弟子中 有一个矮个小姑娘 战战兢兢走出来 大师姐 云瑶扫向他 把剑给我 小姑娘赶紧捏绝换剑 将其递给他 您要干嘛去 云瑶傲然 拯救本宗主 那个快要烂透的宗门 问龙宗宗门内 一个黑衣男人 踏上青石阶 他冷力目光 扫过问龙宗的落叶 鸡粉勾唇 露出一颗尖细的小虎牙 问龙宗好歹也是个厉害门派 竟然连宗门都不知道 打扫一下 我踩在这里都嫌脏 正对着他的 问龙宗大师兄 浑身正气 手持打狗棒怒斥 大胆北明 竟然敢三番四次 踏足我引云宗 我师父之前 打你打得还不够惨吗 北明身材高大 看起来有一百九十 却是性谋狗狗眼 文言翻了个白眼 这样一座表情 竟生出几番可爱来 理直气壮地道 所以我在你们师父 不在的时候来了呀 大师兄 你卑鄙无耻 北明哼笑 他身后三头 浑身冒着黑气的巨兽 呲牙咧嘴冲着他们嘶吼 而他本人宛若狗狗般 纯真良善 微微一笑 弄死他们 三头巨兽嘀吼着冲上去 大师兄镇定自若 摆震 弟子们赶紧布阵 但是三头犬动作极快 竟然直接扑倒几个弟子 张嘴将头生生咬掉了 大师兄愣住了 北明咧嘴一笑 脸颊样起一对酒窝 笑得更加可爱 粗长的黑尾都在身后摇了摇 哼拉鸡 整个宗门请客间乱作一团 所有人都吓得忘记抵抗 转身就跑 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完全就不是对手 大师兄护着师弟师妹们 跑进宗门 大家快回节节正眼处 众弟子惨叫着落荒而逃 但凡是跑慢的 都被巨兽撕扯干净 北明傲然注视着满地血腥 心里隐隐有一种畅快 涌上心头 一条黑犬在他身侧 幻化成人 疑惑道 大哥 您找到为什么要杀死 问隆宗弟子的理由了吗 这三百年来 他们只要是有一点点能力 就会回来问隆宗进行屠杀 但是他们能力有限 打不过老顽童 就来虐杀弟子 人人都说 他们黑犬一族 与问隆宗有仇 但仇为何来 却是不知 北明笑意逐渐消失 清秀眉眼 竟然隆上一丝愁容 我还是想不起来 他只知道他恨 他恨问隆宗 动了他内心中最看重的东西 却忘了 他最看重的是什么 依稀记得 那好像是一堆非常漂亮的宝石 所以 他只要是问隆宗 有一点起色 就来屠杀 要等自己想起来 再真正报仇 他走向前方 随手一捏 蓄意逃跑的女弟子 被他掐在手中 小姑娘年纪不大 不过十二三岁左右 含泪在他手中扑腾 不要杀我 求你不要杀我 大哥哥 大师兄转身 惊叫道 小师妹 其他师兄弟 也呼吸绷紧 小师妹 小师妹绝望地 被他掐着脖子 已经开始呼吸不上来 他要死了 谁来救救他 谁来救救他 问隆宗师兄弟 躲在有结界的阵眼处 见状想要冲上去救人 大师兄指的拦住他们 别去 不然 你们会死的 他们不忍 哭喊道 大师兄 师父为什么还不来 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大师兄含泪忍着 期待望向远处 师尊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的 北明冷笑 只怕是你们师尊 现在享受着好事 不想回来了 说吧 他虎口用力 吸纳小师妹身上的灵气 小师妹痛苦嘶吼 他愈发觉得心肩畅快 可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朝他袭来 他刚想闪躲 这黑影更快一步刺穿了他的手臂 北明瞳孔皱缩 松开手 小师妹栽倒下去 一道白影上前 将小师妹揽在怀中 北明脸色微变 刚想生气 却嗅到一股很好味的香气 他整个人陡然僵住 荒谬看向的背影 小师妹死里逃生 迷迷糊糊睁开眼 却迎上一张很美的容颜 少女白衣 眉宇清冷 发际用白色丝带绑着 活像是一个月仙 他错愕 是 是 云瑶垂眸看他 不 是你的新任宗主 小师妹 云瑶飞身将小师妹递给大师兄 大师兄见了他这一身装扮开心道 多谢尹云宗 同门出手相救 云瑶副手而立 勾唇一笑 不 我是你们的新宗主 大师兄 他举起腰牌 你们前任师尊刚给我的 现在 你们是我的了 大师兄 他打开神石看他的神脉 震惊道 你不过是筑基七六阶 如何成为我们宗主 这牌子 是你偷的吧 等级还没有他高呢 他都是筑基七四阶 众弟子们 也是一脸猛逼 无语道 同门 您来救我们是好 可是做人可不能这么不厚道啊 我们在等我们的师父回来呢 你却偷走了我们师父的牌子 冒充宗主 这不合适吧 云瑶懒得废话 现在时间要紧 你们只需要知道 你们现在是我的弟子就好 剩下的 我等打败这帮人 再给你们解释 其中一男人冷笑 你不过就是一个筑基七六阶的菜鸟 如何能够打过三间魔兽 只怕你到魔兽身边 就会被魔兽杀死了吧 不过就是一个废物而已 竟然敢在我们面前这么嘚瑟 云瑶眼眸一闪 男人身体疏然腾空 仿佛不受控制 尖叫着扑向魔兽 魔兽眼前一亮 张开大嘴等待 男人精准投胃 魔兽一口吞掉 意犹未尽地扎扎嘴 刹那间 万籁俱进 众人呆滞看向云瑶 他戴眉促起 惋惜地叹了口气 真稀奇 还有人不想让新任宗门上尉 就直接自杀的 大师兄恶然看向他 难道不是你操控着他飞过去的 云瑶震惊 捂住心口 怎么可能呀徒弟 他勾唇一笑 良善道 人家筑基七六阶 整个人都是弱弱的呢 说吧 他飞身冲向蓄意扑过来的魔兽 一箭刺穿了他的喉管 魔兽眼睛瞪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一瞬 顷刻间幻化成烟大师兄 这乃弱了 第七章 正儿八经的双向奔赴 随着第一个魔兽倒下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北明看着云瑶那手起刀落的动作 好像有什么记忆从脑海中冒出来 赶紧晃了晃脑袋 飞身远离战场 居高临下地看着 问隆宗的弟子更加正愣 这家伙还真有点东西 刺死三间魔兽的 是巧合吧 有人忌惮地道 这家伙感觉好像真的很厉害 但我们世尊真不回来了吗 我感觉这家伙待会也要死了 而且 宗主换人这种事情 不应该告诉我们吗 角落里 老顽童和白软软等人还在偷看 白月蓝神色凛然 望着站在正中央的云瑶 他的气势变了 从前清冷孤傲 认真懂礼貌 便是杀害魔兽 神色也永远悲悯不仁 可眼下 他手持滴着血的碧青剑 眉眼肆意张扬 有一种圣圈在握的自信感 笼在眉眼间 仿佛只是在玩 裴灵担忧 师尊 我们还是赶紧去救救师妹吧 对面是三个三间魔兽 师妹打不过的 他们恰好晚来一步 没有见到云瑶一箭刺死 第一个的时候 白软软笑得很温柔 大师兄 谁说三个的 这不是两个吗 大师姐既然主动请应 那就应该要大师姐来啊 我们要是过去的话 难道不是抢了大师姐的风头 大师姐会不高兴的 裴灵厌恶促起眉 斜眼看她 我看不高兴的是你 你师尊无能被我师妹吊打 所以 你想让我师妹受伤 给你们报仇 你们师徒没一个好心眼 只怕是想 等我师妹死掉去收尸吧 道貌岸然的家伙 白软软震惊的瞪大眼睛 你说我道貌岸然 老顽童抬手制止 也于看向裴灵 小友 你不用着急 云瑶既然说要成为我们 龙宗宗主 那他就应该承受相应的代价 就算是他死了 也是他应该的 那叫为宗门牺牲 裴灵更远眼 反问 那你怎么不牺牲啊 你年纪这么大了 早死完死都得死 我师妹人又漂亮又努力 还是我从小带大的 先死的 怎么不是你啊 白月兰 裴灵 不许对老前辈无礼 裴灵愤愤进声 老顽童被气笑了 隐云宗宗主 你们宗门弟子 还真是花样百出 身边的弟子 一个比一个脾气差 我这个宗主在你们弟子眼里 只怕也不过就是个 糟老头子罢了 白月兰神色凝重 客气道 老前辈 我这几个弟子 年轻气生不懂事 您不要放在心上 回去我就惩罚他们 老顽童冷笑 不必了 他望向云摇 眼底闪烁着 势在必得的光 你这弟子 不过就是一时冲动 觉得第一次被软软打败后 没有面子 这才赶鸭子上架 做了这一系列的事情 估计现在害怕的腿都抖了 等他打不过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去护住这个弟子 他吃了苦头 也就知道认错了 小孩子一时冲动 也是有的 裴林背着他小声嘀咕 那可不一定 说不定我们小师妹 突然领悟个 绝学杀死魔兽 打烂你这张杀皮脸 白月兰眉眼沉沉 望着远处的云摇 只能希望他在被打败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认错就好 云摇傲然站在广场上 看着面前压低身体 对他嘶吼的魔兽 他感觉到白月兰他们来了 刚才一击毙命 是因为他用了魔器 但是现在他不能 毕竟一群人围观 会从他这里面找到端倪 一旦暴露 他就只能把他们全都杀了 再从头来过 过于麻烦 必须要用原主的能力 杀了这个魔兽 原主是远程加近战法师双修 主修近战 而他当魔尊时 善用远程攻击 纵然双方修得不同 但万变不离其中 云摇凝神聚气 与碧青剑共鸣 碧青剑却嗡嗡阵战 似乎是在与他排斥 不肯与他心意相通 他皱眉 低头看着手中的剑 碧青剑不认他 突然 魔兽嘶吼着 挥舞爪子朝他挥来 云摇脸色微变 赶紧以剑抵挡 碧青剑不肯与他心意相通 起不到防御作用 甚至不会在魔兽身上 留下任何痕迹 连一根毛都没有削掉 他暗骂 草 碧青剑你卖我 那魔兽一爪子拍飞他 云摇树然倒地 五脏六腑都跟着震了震 裴灵惊叫 师妹 他果断飞身而上 看到魔兽又要袭击云摇 捏绝而起 定 魔兽有一瞬间的凝制 跟着一爪子拍下来 就在这瞬间 裴灵将云摇抱在怀中 飞身躲开 白软软差点笑出声 师尊你们看到了吗 大师姐的剑都害怕了 不听他使唤了 剑身有剑灵 如果主人面对不如他的敌人 剑灵也会信心十足 但如果面对差距过大的敌人 有一些胆子小的剑灵会畏惧 会不敢发挥效应 显然 云摇的剑灵害怕了 问龙宗的弟子待在安稳的结界内 不屑一顾 哈 这是什么垃圾货色啊 这也能成为我们龙宗宗主吗 吹牛逼吧 这就是在吹牛逼吧 你能不能行啊 不能行就滚啊 不要耽误我们大家时间好不好啊 老顽童冷眼旁观 还以为这孩子能有多大能耐 没想到自己吹牛不成 剑灵都看不下去了 达月兰缓缓缓紧拳 云摇被裴灵抱在怀里 转头望着扎在地上的碧青剑 裴灵急切地给他嘴角的血擦干净 云摇 师尊就在暗地 你道个歉吧 云摇 他们会帮你的 现在老顽童他们等着你吃苦吗 你说不定会有心灵危险的 不能再这样执着下去了 连你的剑灵都害怕了 云摇沉吟不语 碧青剑不是害怕了 是不认他 从来就不是修真者选择剑灵 而是剑灵选择修真者 碧青剑知道他不是原来的主人了 他只忠诚原主一人 他哼笑 倒是有脾气啊 碧青剑 碧青剑嗡嗡震战 似乎做出很不满的回应 裴灵急到 小师妹 回去吧 没有剑 你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半 本身你就打不过 没有武器帮助更不行了 云摇先眸望向那压低身子 蓄势待发的魔兽 他们身上散发着团团魔气 他推开裴灵 亮腔亮步 咧嘴一笑 裴灵被他笑容 惊得毛骨悚然 你笑什么呀 我可是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着大的 你要是疯了或者死了 我这辈子算是白操心了呀 魔兽嘶吼着朝云摇扑过去 云摇嘶吼着朝他冲去 一人一兽 互相奔向彼此 这儿巴金的双向奔赴 第八章 得不到就毁掉吧 北明飞在空中 愕然地看着他 如此勇猛的身影 如同一个人扑向一座山 他手下急了 少主 您怎么还不上去 这可是 您好不容易欢欢出的魔兽啊 但他却已然不动 别去 他要看着这个等级 不如他魔兽的女人 是怎么抵抗的 云摇足见一点 身法快如闪电 踩在魔兽脖梗上 北明挑眉 就这 可云摇却手法很快 抽出金丝绳索 套在他的脖子上 魔兽怒上心头 抬手去扯绳子 北明手下见此 倒是不紧张了 反而不屑一顾 这种东西 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您的魔兽 怪不得您不想要阻止 原来这个不自量力的女人 会把自己害死 哈哈 裴林在底下急得抓头 完了完了 我家妹子真疯了 她竟然妄想用捆仙绳 云摇踩魔兽脖梗上 她用尽全力控制魔兽 手臂的痛意阵阵袭来 必须要赶快 否则她的身体会 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力气而撕裂 而在她硬撑着的时候 魔兽的魔气 源源不断涌入她的身体 魔兽失去魔气 逐渐虚弱 她定睛一看 就是现在 云摇狠狠往后一拉 绳索竖然勒断魔兽喉管 鲜血迸发而出 北明 她手下倒抽一口冷气 她竟然硬生生勒死了 名凝聚的魔气兽 魔兽惨叫着 其他人叫得比魔兽都惨 哎呀呀 她打过了 白软软脸上笑意顿时消失 难以置信 不可能 云摇咬死牙根 用尽吃奶力气 将魔兽往另外一个魔兽身上一甩 给我滚 两魔兽轰然倒地 顷刻间幻化成烟 刹那间万类俱进 云摇飞在空中 浑身都是血 身体摇摇欲坠 她是用六阶筑机的修真术 打败的魔兽 所以感觉到很疲惫 但她也作弊了 因为这两个魔兽 是纯粹的魔气幻化而成 魔气只要见到她 都会争先恐后涌入她的身体 魔兽自然也会渐渐削弱 她趁着魔兽削弱得差不多时 一击必杀 但 她赢了 彻彻底底地赢了 她慢慢转过头 望向一直都在不远处的北明 嘿嘿一笑 看来你说了 蠢狗 北明僵硬地看着她 她虽然蓬头垢面 但那双眼睛 好似琉璃般明亮 如同一对很漂亮的宝石 她凌唇轻奇 刚想说话 突然手下带着她飞走 大哥 我刚发现 隐云宗宗主在这里 我们硬打不过 先撤 北明正了正 趁乱看向远处的云瑶 熟悉感觉涌上心头 说不清道不明 但 这个女人 她们还会再见呢 云瑶深吸一口气 放松地挺起胸膛 回头望向结界处 三个三间魔兽已经赶走 本尊的徒儿们呢 还不出来 为本尊鼓掌欢呼 问龙宗的弟子们 愣愣从结界内走出来 看着她 这手 鼓掌也不是 不鼓掌也不是 裴灵却尖叫着 扑向云瑶 哈哈哈哈 我小师妹真是好厉害 白月兰悬着的心 也总算是放下 从角落走出 为她鼓掌 云瑶挑眉看去 白月兰笑容里满是自豪 云瑶 你竟然能够打过 如此厉害的三间魔兽 不枉你日以继夜的修炼 你很好 本尊回去之后 会给你奖励 也会在表彰大会上 让弟子们知道 你刚才的风范 呀 白月兰说人话了 云瑶微微汗手 也算客气 多谢师尊 裴灵简直对她爱不释手 一边模仿着她刚才的动作 一边道 师妹 你都不知道 你有多帅 你刚才都要帅死我了 我都要看得激动死了 云瑶喜上眉梢 那是当然 毕竟我现在也是一宗之主嘛 她在笑望问龙宗弟子 对吧 热闹的气氛有些转冷 白月兰含笑望向老顽童 见到老顽童沉冷的表情 她眼底的愉悦 便悄无声息地消散了 因为老顽童不高兴 她脸黑得像是一块碳 咬着厚槽牙道 你倒是还真有点东西 竟然能够打败三剑魔手 云瑶自豪点头 开心道 当然 我保护我自己的弟子 是应该的 你别忘了你说过 只要是我能够保护好我的宗门 我就能够成为问龙宗宗主啊 她在看向弟子们 把刚才的事情 一五一十都说了 末了总结道 就是因为这个 你们以后得问龙宗宗主 就是我了 我知道 要你们现在接受有点难 但我刚才可是救了你们 还帮了你们 我相信 我们融合起来应该不难 对吧 她过于热情 可对面弟子们之中的气氛 却非常冷凝 他们看着云瑶的眼神 猜忌而又挑剔 还有人嘟囔一句 凭什么 云瑶笑容明智 裴灵有点生气 什么凭什么 你们说凭什么 大师兄轻扶扫向裴灵 轻吃 就凭这女的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就要管她叫师尊 别闹了 有一女子别了别嘴 就是啊 要是软软成为宗主 我们还能同意 这云瑶不过就是一个隐云宗大师姐 算是歪屁股来带我们问龙宗宗门 凭什么要让我们为她所用啊 云瑶舔了舔后曹牙 隐忍道 可是 我手里面拿的是你们的宗牌 对方毫不犹豫 我们不认 云瑶 白软软上前一步 握住云瑶的手 大师姐 别生气 你真的很厉害 但是你想过没有 换宗门是要大家同意的 骤然更换宗主 大家都不适应 更何况 你现在年纪很小 你打三间魔兽 都跟要了命一样 如何能够守护宗门 问龙宗生怕找不到借口找不 听到这话纷纷复合 对 虽然你救了我们 但是你自己都掉了半条命 怎么能够守护我们宗门 你这种垃圾货色 也配成为我们的宗主吗 就是啊 他们越说越愤怒 厌恶道 就你这种货色 不过就是 想要来这儿捡便宜 你当我们是傻子啊 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就要奉你为座上兵吗 云瑶荒谬看着 愈发困惑地歪了歪头 面前这帮人 明明出而反而 却比他理直气壮 嘴脸一个比一个 面目争鸣 唯有那个十二岁的小师妹 犹豫着道 可是我觉得 他很努力啊 我们不应该这样玩复一不是吗 但话刚说完 就被问龙宗大师兄 给捂住了嘴 问龙宗大师兄 还正义凛然地望着云瑶 你是很厉害 助击七六剑能够打败 我们都不能打败的三剑 但我们宗主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所以很抱歉 你不配 裴灵气地撸起袖子 你们问龙宗的人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是不是 我师妹顶着伤 救了你们宗门的命 你们宗门就是这么说话 不算话的吗 老顽童有恃无恐 冷哼一声可我也说了 我的徒弟如果不愿意 是可以罢免宗主的 你师妹一开始就知道 他自己非得来啊 问龙宗大师兄 阴阳怪气 师父 人家想要捡便宜呗 我们不让他们捡便宜 所以急了 裴灵恼怒 我们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出而反而 你们这样 也算是民门正派嘛 白软软为难地站出来 大家别吵别吵 这样不好 他无辜地看着云瑶道 大师姐 我知道你心里不满意 但是我师兄师姐们 真的没办法接受你 你体谅体谅吧 他说着 再拿出粉红色的荷包口袋 递给云瑶 我 我自己出资 给你二百颗零食 你不是杀了三个魔兽吗 一个头五十 我额外还多给你五十 你收下吧 问龙宗弟子们叹了口气 感叹着道 我们软软师妹 可真懂是非啊 不像是某些人 总想要霸占我们宗门 就是啊 不自量力 云瑶听着这些闲言碎语 望向其他围观的人 不仅仅有白月兰等人 还有那些其他的宗门师尊 他们都见怪不怪的 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唯有白月兰面色凝重 冲着他微微摇头 似乎是示意他 稀释宁人 他们都很清楚 问龙宗 宗主不会同意云瑶的荒谬要求的 他把牌子给云瑶 就是想要笑话他而已 没想到云瑶争气 还真给打死了 云瑶也明白 问龙宗出而反而在情理之中 可如果今天是白软软成功击退 老顽童就会直接把宗主之位给他 白软软比他的资质还浅 轮到他 就是他不配了 说出来的话 还能收回 白软软一脸天真感激 将零食塞在他手里 你就收下吧 大师姐 这是你应得的 云瑶掌心被塞了重物 指尖都跟着拳了拳 轻飘飘地道 不用啊 他先谋望向对面的问龙宗族人 我只要我自己该得的 问龙宗族人嗤之以鼻 翻了个白眼 裴灵心疼他 师妹 你应该拿着这笔钱的 他不予理会 突然感觉胃部抽痛 呕出一口血 他受内伤了 裴灵愕然 其他问龙宗弟子却纷纷后退 天啊 你能不能上别的地方吐血啊 好脏啊 杀了三个三间魔兽而已 竟然累到吐血 就这还想成为我们问龙宗宗主 云瑶腾的浑身发抖 眼底磨气隐隐翻腾 腾的额脚全是汗 可笑吧 打完也昏迷了 问龙宗弟子当时的话是 白然然小师妹 为了我们连命都豁出去了 我们怎么能不感激 怎么能不忠心 轮到他 就是恶心 但没关系 他会拿到他应得的云瑶 两眼一番 晕倒在裴灵怀中 白月兰和裴灵没敢耽搁 不喜地看问龙宗弟子们一眼 带着他飞走了 问龙宗弟子们 眉眼染着窃喜 吃笑云瑶自不量力 而云瑶的魂魄 其实正浮在空中 看着处在一片狼藉 却庆祝自己获得胜利的 问龙宗弟子们 掌心魔气凝聚 既然他得不到 那就毁掉吧 第九章 惹了我 这就是下场 懂吗 白软软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 因为裴灵抱着云瑶 重心不稳 欲见都摇摇欲坠 他心里面说不出来的畅快 转身望着老顽童道 幸好我们问龙宗全体上下一心 没有被外人抢走机会 老顽童轻易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问龙宗宗主的位置 怎么说也得你来坐 怎么可能轮得到别人 大师兄憨笑 对 要是我们白软软师妹来坐 我们就没有任何意见了 师兄妹们笑着点了点头 软软师妹 你可要好好努力 成为我们宗主啊 白软软喜上眉梢 大家不要笑我了 我可不想成为宗主 我一辈子就当你们 磕磕哀哀哀的小师妹就好了 而那个最小的十二岁师妹 看着他们如此开心 眉心紧紧皱气 可是白软软师姐什么都没做 轮也轮不到她 应该让那个云瑶师姐 回来继位吧 大家直接无视了她的话 她咬住下唇 望向白月兰 师尊 那个姐姐是您的徒弟 您不这样觉得吗 这对那个姐姐不公平 白月兰眉雨沉沉 脸下眉雨不快 遇见而走 尹云宗弟子都走 尹云宗弟子闷闷点头 跟着白月兰走了 不知怎么 他们都有点不高兴 虽然他们平常就不太喜欢大师姐 可是大师姐用尽所有力气 去把魔物杀死 他们也都是看得见的 不管怎么样 也不应该是这个下场 问龙宗 真是不尊重他们尹云宗 回去他们就传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 问龙宗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老顽童注意到 白月兰不高兴了 也不在意 有什么的 是她自己的徒弟 自不量力 哼 她视线不经意掠过旁边 忽然注意到 不远处有一个黑色身影 站在广场边缘 不知道看多久了 此人身材高大 头戴都冒 浑身上下漆黑一片 魔气隐隐渗透出来 她目光陡然变得锐利 众师兄弟也感觉不对 转身望向门口 云瑶毅立在那里 用魔气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和身高 开口道 本尊一直在看着呢 问龙宗宗主 这事儿 你做得可不厚道啊 她声音用男音和女音混响 听起来魔气十足 还高大上 老顽童脸色凝重 抽出腰间打狗棒 你是谁 云瑶叹了口气 有些惆怅地回忆道 五百年前 你们问龙宗是重情重义的名门正派 纵然穷苦 却是个有爱的大家族 他们杀害本尊的时候 全都是不要命地扑上来 可五百年后 同样地问龙宗却可以说话不算话 一个小姑娘用尽所有力气 就为了坐稳这问龙宗主之位 但是你们竟然如此不厚道 拿了人家的好处 就被刺人家 老顽童脸色微变 你是魔尊 云瑶徐徐勾起嘴角 猜对了 奖励你全宗负面 她梳得朝着老顽童冲了过去 老顽童脸色大变 抽出打狗棒砥柱 弟子们猎阵 训练有素的弟子们 瞬间站成一猎 猎阵步伐 一条蓄势待发的龙若隐若现 老顽童怒吼 上 水龙嘶吼着扑向云瑶 云瑶浮在空中 啪的一下被甩了一连水 没有伤害 但侮辱性极高 他挑起煤烧 无奈 你有病啊 往我身上泼水 你们就不能用点有用的招数吗 老子衣服都湿了 大师兄瞳孔皱缩 没想到水龙这么杀伤力巨大的技能 到他身上就变成水了 怎会如此 老顽童也难以置信 竟然没有伤害他分好 云瑶无奈地叹了口气 倒出手了是不是 他随手一抬 众弟子惊恐飞起 直接被他甩倒在地 弟子们当场弃绝身亡 老顽童脸色大变 徒弟 云瑶掐住他脖梗 向上提起 宁笑勾出 老顽童 你身为一代宗主 你一定很厉害 可以保护你的徒弟吧 他将他往外面一甩 随手落下结界 将其隔绝在外 老顽童和白软软身体 都还没有站稳 在外面用手敲击 魔尊 放他们出来 云瑶置若罔闻 欣赏地看着 整个结界内 全都是诚惶诚恐 且无处可逃的弟子们 大师兄也在其中 望向结界外的两个人 师尊 软软师妹 云瑶斜眼一扫 随手将他捏在手中 大师兄痛得脸色惨白 喘不上气 不断扑腾着 你 你不得好死 云瑶怜悯地看着他 多可怜啊 都要死了 也只能做一些 不切实际的诅咒 他轻松拉着他靠近 将自己本来的声音放出来 在他耳边呢喃 是你们自己自找的 大师兄 你不是说 我不配成为你们的师尊吗 大师兄难以置信 错愕看着云瑶 他是 他是那个云瑶 云瑶是五百年前的魔尊 他望向老顽童 张嘴想说话 无数魔气 却充斥进了他的身体 他痛苦尖叫 转瞬间暴体而亡 所有弟子下的尖叫 哈哈哈哈 大师兄 大师兄炸了 他们疯狂逃窜 宛若被困在笼子里面的老鼠 师尊救命啊 老顽童绝望地扒着结界 用尽毕生所学 也没有办法撼动这个结界分毫 白软软哭得很绝望 不要再杀了 不要再杀了 有什么都冲着我来 云瑶转身看着这对小丑师徒 那你们怎么不进来 老顽童筋疲力尽 已经提不起半点力气了 白软软根本就不会破结界 只能无力地看着他 他笑 哦对 因为你们是废物 你们进不来 师徒俩被戳中痛楚 怨恨地看着他 云瑶无奈嘟起嘴巴 我比你们强啊 总不能要我让着你们吧 你们刚才真的一个弱者的时候 不也是欺负得很起劲吗 他慢慢走出结界 看着筋疲力尽的老顽童 手一勾 老顽童身体瞬间腾生而起 左下腹的鲜脉被他勾着 剧烈疼痛从老顽童皮肉里传来 他疼得咬死牙关 不肯喊一声疼 鱼咬嘴角徐徐勾起 直接将鲜脉连根拔起 鲜血四剑 鲜脉被他如抽树根斑 从老顽童皮肉内生生扯了出来 第十章 你好 主人 我是小白龙 老顽童 他成为废人了 他变成凡人了 他动了动身体 却连一根手指都那般无力 崩溃如潮水般涌上来 不知不觉间 泪水就已经模糊了双眼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云瑶耐人寻味地道 不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你们刚才让我不开心了吧 他本来想着 要带着问龙宗飞黄腾达的 可惜啊 他们自己不识去 云瑶转头望向结界内 那些弟子们 还像是眉头苍蝇一样万转 他愉悦勾起嘴角 抓起老顽童的头发 看清楚 老顽童威正 你想干什么 云瑶轻飘飘地打了个响指 结界内逃窜的弟子 暴体而亡 连尖叫都没有 炸成了一朵朵血花 云瑶哈哈大笑 看着崩溃的老顽童 好看吗 你忘恩负义的徒弟们死了 你徒弟们炸了 好不好看啊 老顽童半张着嘴 傻眼地看着这一幕 有一种绝望逐渐攀上眉眼 身体竟然绝望地在发抖 白软软挥舞着 重剑冲过来 魔尊 你杀了我的师兄弟 灭了我的温龙宗 你给我死啊 云瑶对着空气轻轻一挥 白软软瞬间飞出十米远 挂在树上晕厥了 他咋咋嘴 没劲 老顽童被他如垃圾般留在地上 顺手踩在他左下腹的鲜脉处 记住 你的徒弟是被你害死的 是你的无能 才导致他们死的 而我留你一命 是要你生生世世都受折磨 老顽童绝望看着他 疼得说不出话 他拿起地上的温龙宗牌子 揣在他怀里 收好你这命根子 虽然也没什么用了 老顽童握着这温热的木牌 上面还有弟子的鲜血 他泪水凝聚在眼眶中 层层叠叠堆积着 颤抖着感受着身体枯老的力量 乌液出声 他是一个废人了 他的弟子们 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终于难受地躺在地上 嚎啕大哭 云瑶转身 走向另外一边的角落 一片废墟中 十二岁的小师妹 颤颤巍巍地躲在破损墙面后 满脸泪光 看到他浑身一颤 别嘴就要哭 云瑶安静站在他面前 俯下身 伸出一根手指 噓 小姑娘绝望无液着 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却听云瑶轻声道 刺耳无哉 小姑娘一正 突然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涌上心头 瞬间昏睡过去 云瑶看着小姑娘安详的睡颜 很是满意 再次醒来 他就不会记得 今日见到的血腥 日后遇到灾祸 都会逢凶化急 有贵人相助 一声风调雨顺 他哼笑 这是你该得的 小丫头 说着 他突然注意到 小姑娘身后有一颗蛋 云瑶将其拾起 这颗蛋大的像是一个脑袋 上面隐隐有所裂痕 他轻轻抚摸着 突然裂痕愈发扩大 猛地钻出一个龙头 云瑶下得手一抖 差点把蛋丢了 但这白嫩嫩的小白龙 眨着水汪汪的眼眸 歪头望着他 张嘴咳出几口火 甜甜道 主人 云瑶 主人 他四下环顾 赶紧把这龙给丢地上 这应该是问龙宗的龙 早些年听说问龙宗起源 就是因为他们 是受过龙的真传 所以是水系近战法师 且他们宗门有一颗龙蛋 说是为了以后得天命者而生 问龙宗门五百年前壮大 其中也是有一堆人 因为想要成为龙的主人 慕名而来的缘故 他还以为就是吹牛逼的 原来还真有啊 能够拥有神龙 就是可以改变神魔两界的天命者 那个天命者 一定不会是他魔尊 这肯定是白软软的蛋 虽然他上一世 没有见到白软软身边有龙跟着 云瑶赶紧将蛋丢在地上 起身就走 小白龙嗯 那一声飞得亮亮呛呛 直接落在他肩膀上 他震惊 别跟着我 我是来屠杀宗门的 不会拿这里的一针一线 你跟着我 我会暴露的 小白龙被他吓得一抖 忽然灵机一动 幻化成一条黑龙 通体有黑 有点东西 云瑶比试 虽然感觉你有在努力 但你这样更像是魔物 我待会是要回宗门的 小白龙失望低头 水眸眨了眨 突然灵机一动 变成一条小粉龙 云瑶 你以为你变成粉色 我就能留下你了吗 小白龙眨着 卡自兰大眼睛歪头 奶声奶气 不能吗 云瑶嘴角抽了抽 无奈留下来吧 反正大家也都觉得 问龙宗的龙氏传说 小白龙开心了 飞在他面前 蹭了蹭他的脸 他嫌弃躲开 你男孩女孩啊 小白龙歪歪头 他直接把他倒掉起来 小白龙仓皇失措 扑腾着想要用龙爪折挡 他看清了 哦 是男孩 小白龙 完了 他不干净了 他嫁不出去了 小白龙气得脸色涨红 缩在他头发里面 变态 大变态 他也挺嫌弃 正好我不想要个小龙龙 那你走吧 小白龙震惊地瞪大眼 你都把我的蛋壳打破了 你竟然不负责 你这个诡计多端的魔尊 云瑶悠悠翻了个白眼 主要是你没什么价值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这神兽跟在身边有什么作用 小白龙 谁说我没有价值的 我是龙 但我也是一条 可以给人带来幸运的龙 云瑶 哈 幸运 什么幸运 你到我身边 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他走着走着 前面的房子轰然坍塌 显然也是受不住 他的魔器倒塌 突然一个东西掉在他手里 云瑶定睛一看 一个金光闪闪 可以助人从筑机阶 连升两阶的仙丹 他震惊 在一抬头 见那一片狼藉中 放置着一把极为破旧的破伞 破伞挂着厚重的一层灰 那里有种极为通透的光芒 隐隐流动着 云瑶吹干上面的灰尘 只见这把伞 通体散发着冰蓝色 只是颜色很陈旧 上面画着蝴蝶 底部挂着剑碎 竟然是一把伞剑 感受着伞剑上面的力量 似乎是要比碧青剑 那种通透的灵气 还要浑厚得多 似乎是一把神器 第十一章 魔尊 现实了啊 小白龙飞到伞剑面前 拖着下巴掂凉 我知道惹主人 这把伞剑 是五百年前 一直都没有认主的上古宝器 被问龙宗的宗主 偶然得到之后 一直树枝高阁 后来宗主去世之后 问龙宗更新换代 慢慢 大家估计就不认识这个东西 就把他放在杂物间丢着了 可怜这么好的一个武器 竟然没有主人 云瑶认真打量着 这冰蓝色的武器 若是能够再打造升级 定然会流光溢彩 只可惜 他是魔族 这种仙族之物 只怕是不会认主 跟碧青剑一样 临阵倒戈的武器 他可不需要 突然 他手中的散剑 传来嗡嗡震战 似乎是非常不满意他的评价 他轻责 怎么 不服啊 你敢说我这么一个魔尊 你作为仙族武器 会服从于我吗 忽然 他面前落了七个修真人 对方似乎是察觉到 魔尊动静过来的 见到这满地狼藉 脸色大变 大胆魔族 你竟然敢屠鲁问龙宗 速速报上你的名讳 云瑶皱了皱眉 藏起小白龙 刚想打回去 突然他手中的散剑撑开 以回旋标的姿态 将他们七个人身上 豁开了一个大口子 七人甚至没反应过来 感觉不妙 扭头就跑 散剑飞身去追 见到对方遇见而去 散剑又慢吞吞飞回来 冲着云瑶得意扬了扬散面 怎么样 他行吧 云瑶 小白龙 牛蛙主人 人家的剑铃遇到事就会躲 你这剑铃会全自动攻击 这不得拿出去吹一年牛逼 云瑶 所以 他就是为了解气图了问龙宗 获得问龙宗养几百年 都没养出来的神兽 还有几百年都没有认主的上古神器 云瑶满载而归 开心地飞身回到引云宗 他的身体已经被裴灵放在床榻上休息 旁边还坐着一个胡子发白的仙医 裴灵忧心忡忡地询问 仙医 怎么样 我师妹这身体如何 能不能苏醒 仙医捋了捋须 醋眉道 五脏六腑都有损伤 磨气入体 损伤很是严重 需要好生静养才可以 这段时间不能够休息攻击性的仙术 应当用修养五脏六腑的治愈术 慢慢调理才最好 不要轻易走动 否则会伤得更重啊 云瑶挑了挑眉 是你的魔气在占据他的身体吧 是的 但他身体确确实实是五脏六腑受损了 也没错 因为他刚才用这具身体能用的所有力气 勒死魔兽 哪怕是魔兽不伤害他 他自己的身体也会再不可承受范围撕裂 是魔气在帮他滋养着 但这层层绕着的魔气 在一仙眼中会当成伤害 挺好的 云瑶进入身体内继续闭目养神 裴灵送走一仙 正准备回来陪着他 又听外面传来一声噩耗 五百年的魔尊回来了 他图了问龙宗 这声几乎刺破苍穹 连带着一群弟子不明所以的尖叫 你说什么 那些杂乱的脚步声游远极近 裴灵道抽一口冷气 急切地回头跟他道 小师妹 我待会回来陪你 说完便匆匆离去 云瑶悄悄睁开一只眼睛 呆子 他昏迷着 他跟他说话又有什么用 他坐起身 小白龙围在他面前转圈圈 原来你长这样 他漆黑的眼睛满是喜欢 主人 你真好看 云瑶哼笑 好看 小白龙眉眼弯弯 我的主人 自然好看 他随手一点 小白龙瞬间化作一条白蛇 巴搭掉在他手里 他惊恶看着它 他笑得很坏 问龙宗刚被图了宗门 我身边要是跟一条龙 定然会引起别人怀疑 所以 你得换个物种 还得起个名字 小白龙 你竟然将我尊贵的龙身 变成一条蛇虫 你好大胆 云瑶手称太阳穴 懒懒鞋已在踏上 完全蛮横地把他给无视了 好委屈 他忧愿地吐着蛇性子看着他 他性眸流转 落在窗户外的海棠上 笑意渐渐消散 他曾在树下睡着过 醒来时 一身海棠花瓣 圆主就站在他对面冲着他笑 若不是我知道你是个作恶多端的魔尊 还会以为海棠美得成了精 他指道 这海棠生得很好 很好睡 圆主嘴角轻微抽了抽 无语地看着他道 这是我和裴林大师兄重的 我亲手灌溉 亲自摘虫 一路养到大的 圆主眼里有光 我来这里多少年 这海棠花便有多少年了 他回过神 不疾不徐地说 就叫堂堂吧 堂的谐音是堂 适合男孩子 小白龙 堂堂 我一个男孩子 你叫我堂堂 云瑶斜眼扫他 有意见 堂堂色缩了下 硬气挺起胸膛 很好 你成功戳中了我 我就喜欢堂堂这种名字 我喜欢吃甜的 云瑶知道他误会了字 也懒得解释 翻了个白眼 拿出可以让他进阶的金丹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他不知道 暂且叫他修为大补丸吧 现在吃肯定不行 他曾经修为 必须得顺理成章 他藏在储物界中 起身走了出去 尹云宗四季如春 风景甚好 可此时此刻 尹云宗宿舍附近 竟然空无一人 整个宗门的气氛都很凝重 仿佛头顶阴云 云瑶一路来到尹云宗大殿面前 那里围着很多弟子 嘴里成黄成孔地念着 魔尊要现实的话怎么办 听说五百年前 光是杀他一人 就死了七八成的修仙人 难道我们也要死 好可怕 好可怕 魔尊不是都已经死干净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 是不是有人冒充魔尊啊 谁敢冒充魔尊啊 五百年前 魔尊翻云覆雨 魔族所有人都以他为尊 魔尊死后 才敢出来为非作歹 魔族人怕他跟怕爹一样 我还听说 魔尊长得奇丑无比 向游新生呢 啊 那他要是太丑 是不是我们见到 就会被吓死啊 云瑶背着手 从他们身边走过 弟子们突然惊醒 赶紧攻守 大师姐 他不大高兴地扫他们一眼 步入正殿 弟子们注意力瞬间被吸引 痴痴看着他的背影道 大师姐就是不一样 长得好美啊 这样的美人 天底下就独他一个了呢 第十二章 我在陶冶情操 堂堂听到弟子们这么说 冒出头阴险地眯了眯眼 他们一定没有想到 在他们心中尊敬的师姐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作恶多端的魔尊 魔尊此时 踏入影云宗大殿 所欲合为 给我五千零石看后续 云瑶一拳敲爆他的舌头 堂堂顶着一颗大包 灰溜溜地缩回去了 他进入正殿内 就听到有人急切道 魔尊现世 天下必将大乱 他现在要杀万龙宗 接下来 就说不定就要打我们影云宗了 白月蓝神情沉冷 扫向旁边忍着疼的老顽童 前辈 魔尊的实力 真的与我们差得很悬殊吗 老顽童脸色轻灰 眼底恨意增生 这么说吧 我没有办法撼动他分毫 我用尽毕生所学 他的结界也没有波动一下 我只能眼睁睁 看着我徒弟 他说到这里 痛不欲生 泪水绝地 突然旁边传来了吃苹果的声音 咔嚓 这声音在这大殿中过于突兀 众人脸色一变 转头望向声援 云瑶顶着大战 还没有缓过来的积窝脑袋 脸上脏污没擦干净 有一种战损般的清冷柔弱感 面无表情地吃着苹果 注意到大家看着他 他咀嚼的动作顿了顿 更快咀嚼起来 你瞅啥 老顽童撑起身子 难以置信 你在干什么 云瑶面贪脸 我在陶野秦操 老顽童瞪大眼睛 你在吃苹果 你陶野个屁的秦操 他惊讶 哦 原来你看得见啊 我以为你瞎了呢 老顽童气得呼吸一致 重新栽倒在椅子上 哆哆嗦嗦指着他 白月兰 你 你这弟子 他没什么卖户着 就是一个老头子 说话都说不利索 白月兰沉声训斥 云瑶 谁让你这么不礼貌的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裴林也怒上前 就是 谁让你吃苹果的 云瑶手里拿着苹果 呆呆看着他 裴林义愤填膺地 拿出一把小刀 你得削皮吃 白月兰 云瑶 老顽童两眼一番 晕过去了 一旁的隐云宗长老急切道 快 速速拿青龄花过来给长老吸 弟子端着青龄花上前 长老赶紧把花 对着老顽童吸了吸 跟吸氧似的 老顽童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感觉自己 刚才都要气过去了 他手扶着青龄花 吸着花香才缓解过来 白月兰 你这弟子当真是混蛋 我们问龙宗面门 他竟然若无其事地 吃起了苹果 云瑶顶着满脸上 冷嗖嗖道 老头子 你别忘了 你问龙宗面门 是因为你无能 我可是救了你们 问龙宗弟子 一命差点要死了 吃点苹果滋补一下怎么了 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悲伤吗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老顽童嘴角抽了抽 气得不看他 白月兰眼神警告云瑶 云瑶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脸下不快 继续追问 那摩尊是什么样子 前辈可看清 老顽童语气不善 是个人妖 云瑶 扑 众人惊愕看着他 他将苹果咽下去 夜着了 给我来点汤 裴林赶紧给他端茶 慢慢喝 白月兰无语 继续道 摩尊屠如问龙宗是因为什么 他说了吗 老顽童提起这个 眼神陡然变得锐利起来 是因为云瑶 众人一顿 看向云瑶 云瑶吹着热茶 小心翼翼喝 呼吸溜溜啊 众人 白月兰看向老顽童 很不相信 摩尊屠了你们的宗门 是因为云瑶 老顽童愤恨地抓紧一把 就是因为他想要当我们 问龙宗宗主 我的弟子不同意 他也没有当成 结果摩尊说我说话不算话 把我弟子都给杀了 众人表情陡然变得微妙起来 啊这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确实也是没有毛病的 云瑶搭了半条命进去 最后什么也没有获得 甚至还被他们这帮人侮辱 他们确实事先收拾 摩尊法尔 似乎 好像 伸张了正眼 但是可以说的吗 长老扣了扣脑壳 问龙宗宗主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们很难帮你说话 是你初而反而在先的 老顽童急了 我初而反而在先 他拍案而起 如果不是云瑶盯上了我的宗门 怎么可能会被魔尊以这种方式杀死 他就是害死了我的弟子 呼一道呼噜声 突兀想在大殿内 众人再次回头看去 云瑶靠在椅子上 张着嘴巴 呼呼大睡 憨声响动 甚至还怕砸砸嘴 老顽童一个茶盏丢过去 别睡了 云瑶叔弟睁开眼 反弹 茶盏原路返回 老顽童被茶盏砸到脑袋 血液四溅 引云宗长老 弹出三米远 这可是我星座的衣裳 老顽童气急败坏 捂着伤口看向云瑶 你放肆 放肆的是你 云瑶坐直身体 慵懒扫向他 我是你们宗门的救命恩人 可是你们非但不感激 反而还怪罪于我 如果真要论错 你要是没有出尔反尔 你的弟子就不会死 他没眼计较你的弟子 就是因为你死的 因为你们全都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裴玲在旁边点头 师妹说得对啊 突然 一道虚弱女婴响起 师姐这话说得好声轻松 云瑶扫向门口 白软软虚弱地撑着身体 身边还有一个女弟子搀扶着 难道我们宗门被人屠杀 身为受害者 还要自己检讨自己 是不是做错了事情吗 就算是做错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魔尊而已 又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们的错 他字字吭腔 云瑶挑起眉梢 看着白软软和他身边的女生 这个女生名唤柳燕 是白软软闺蜜 上一世柳燕因为修仙不认真 上课默于偷偷看小说 被圆主抓住说了几句 他就对圆主怀恨在心 所以在白软软打败圆主之后 他火速成为了白软软的闺蜜 两个人天天出去游玩 半夜才回来 圆主身为大师姐不得不管 他还说圆主装模作样 天天学习也不见进步 后来因为抱白软软大腿很久 谈了个恋爱变成金丹七九阶 他眼底浮起信尾 柳燕 真体贴啊 大师姐受伤都不见你搀扶大师姐 柳燕抵触皱眉 大师姐您身体康健 我这样搀扶着小师妹 大师姐不会不高兴吧 云瑶笑笑 看向白软软 你刚才说什么 你嘴太臭 我被熏恶心了 没听清 第十三章 白软软 努力学习 以后手刃魔尊 白软软气得噎了噎 到他面前站定 清秀眉眼闪烁着寒光 被屠杀满门的人不是你 你当然可以说风凉话 我们师门是因为你才被魔尊盯上的 你竟然让我们检讨 云瑶眼底光芒寸寸冷了下来 笑着反问 那是我要你们忘恩负义的 白软软陡然钻井拳 那你也应该知道 我们到最后不会把宗门给你 是你故意引诱 我故意引诱 云瑶讽刺 我要是故意引诱 为什么你师父和你都活得好好的 你们可别忘了 一开始 你们就已经被魔族盯上了 别往我身上推了 当然 云瑶顿了顿 靠近他道 大师姐 我宅心人厚 你们想要让我背锅 我可以背 这样你开心了吗 白软软瞪圆了眼 眼中充满不甘 白月兰语气沉稳 云瑶 你小师妹正是伤心的时候 切不可出人痛处 快退下 云瑶勉强听她的话 重新坐在椅子上吃水果 白月兰见她如此轻视她 眉心微微皱了皱 继续和老顽童说 前辈 我说句公道话 您别生气 我弟子今日做的事情 是有些欠妥 但一开始是你们的错 你们答应了云瑶 只要是保护问龙宗的安全 你就会汲许她问龙宗宗主之位 但是你们出而反而 我徒弟也受了一肚子气 云瑶带住 白月兰对老顽童说的有理有据 您现在也看到 这孩子五脏六腑剧烈 现在需要好好敬养 生不得气 你又来怪罪于她 也别怪我白月兰不高兴 老顽童荒谬道 所以 你觉得不是她的错 白月兰面不改色 她唯一的错就是对您不够尊敬 以下犯上 但其他的错 这孩子没有 一点也没有 云瑶亚异看向主位上的白月兰 她白发白眉 生得眉眼如画 是隐云宗顶尖的美人 也是最美师尊 看似清冷却暗藏练艳 让人挪不开目光 这样一个分得清是非黑白的师尊 很难以想象 她未来会被白软软吸引 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多可惜啊 现在分明是个人 未来就当狗了 白月兰继续妄想白软软 若是白软软这弟子 觉得我隐云宗的大师姐不好 那你就另请他处 寻一个与你合得来的宗门吧 白软软与老顽童对视一眼 谦逊改口 师尊是徒弟不对 徒弟就是快人快语 说话没有斟酌 就从嘴里溜了出来 徒弟没有怪罪的意思 他在虚弱转过头望着云瑶 师姐 是我不好 你别生我气 是我不对 我这个人一向说话就很直的 云瑶懒洋洋 那你不行 就找一个刚常大夫吧 再直的肠子 也不能张嘴就拉 白软软 白月兰 云瑶 萧灵 扑 云瑶无奈点头 行行行行 我不说话行了吧 他做了个把嘴巴封上的动作 白月兰恨铁不成钢地砍他 这边给他兜底 他那边闯祸 他小时候从来都没有让他操心过 是年幼时候的叛逆期迟来了吗 白软软也压了压火气 云瑶还是大师姐 自然在他之上 白月兰现在还是疼爱自己徒弟的阶段 不能贸然得罪云瑶 这样会损坏白月兰的好感 白软软拱手 中气十足地说 师尊 当务之急是应该调查出来摩尊现实 五百年前 他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呢 还有 凡请师尊让我快速修炼 我想手认摩尊 为我的师兄弟报仇 云瑶恶然望向白软软 手认他 报仇 他哈哈大笑 年轻人真是敢想敢拼 可小师妹别忘了 五百年前是 六大宗门带着成群结队的弟子 不要命事地扑上去 才杀死了摩尊 为此六大掌门没有一个活了下来 全都因为杀死摩尊 而消耗了自己的毕生能量 慢慢就神允了 你一个小小姑娘 现在才不过是猪鸡七 好好学习 最后撑死当个神仙 到时候就能守任摩尊了 白软软不爽地看向他 我相信我自己 而且师姐还帮着摩尊说话 难道你喜欢摩尊吗 云瑶意味深长地道 我很讨厌 特别讨厌 可我们也要面对现实 摩尊是天下戾气所生 只要这天底下恨意不绝 欲望不绝 他就不会死 就算是死了 也会慢慢吸收力气 而强大回来 他意味深长地说 当年的那六大宗主 是一心一意味天下苍生 所有人都凝成了一股劲 抛弃欲望与贪婪才杀死摩尊 而且还没杀干净 云瑶伸出一只手指 抵在白软软的心口 只有真正纯善的人 内心没有一丝欲望污浊之人 才能杀死摩尊 而你 是不是真正的良善呢 现场一片死寂 白软软瞪远眼睛看着他 有些迟钝地垂下眼眸 认真撕存着 其他人也都被问住了 低着头一言不发 云瑶嗤之以鼻 没有人能够杀死他 连他自己也不能 唯有白月蓝气定神仙 不管怎么说 五百年前的宗门可以 我们也可以 白软软既然想要上课 今天恰好是学习召唤兽日子 云瑶 你也过去吧 本尊和长老们随后就到 云瑶起身 顶着一头鸡窝 蓝散硬了 走吧 小师妹 你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 看你能召唤出什么好灵兽出来 再手拉着手 跟你一起消灭魔尊去 白软软怨对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应答 几人一同来到召唤课的高阁之中 修真者 可以召唤出自己的灵兽作为辅佐 也可以去外边捕捉 只要是到了助击期 就可以召唤神兽 而元主在助击期六阶 都没有召唤兽的原因 是因为他召唤不出来 具体原因 他和元主猜想过 或许是因为元主不是这八经的 三魂六魄转世投胎 没有办法和灵兽造成共鸣 他致死也没有召唤出属于自己的灵兽 倒是在外面抓过几次 但灵兽迟迟迟不愿意与他心灵相通 所以就此作罢 隐云宗的弟子们 一个一个经过了三五次的召唤 都召唤出了灵兽 唯有元主 几十年的召唤 愣是连个毛都没召唤出来 是个出了名的召唤界哑炮 但无所谓 他脸皮厚 他今天还会试试 因为今天白软软会召唤出一群灵兽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是一群 第十四章 伤害我们大师姐 这是你们问龙宗的报应 白软软召唤出来的这些灵兽 全都是未来可期的零二代 类似于小凤凰 小青龙诸如此类的神兽 按照上一次的时间线 白软软先祭拜元主大师姐 再祭拜三只三阶神兽 紧跟着就召唤一群有底子好的神兽 可以说是开局 就已经顺风顺水的人生了 堂堂从云摇发丝间钻出来 极度嘀咕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已经拥有了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小白龙灵兽之后 还要召唤那种上不了台面的那些杂派灵兽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云摇把他揪下来 优雅地打了个蝴蝶结 揣口袋里了 堂堂 救命啊 有人虐待小孩 有人虐待神兽小孩 敢这样 对他这么高高在上的灵兽的 应该也就只有他主人一个了 云摇踏足进入丝田楼 一群弟子们早就已经翘首以盼 还在议论纷纷 突然见到他 每一个人都纷纷净声 见鬼一样盯着他 云摇覆手而立 要多高傲 有多高傲 你们瞅啥 坐在最前排的男弟子 突然扑斥一乐 大师姐 你这啥情况 去打个魔兽 魔兽对你放屁了 把你绷得这么惨 细细碎碎的笑声 从席间传开 云摇扫向声援 坐在最前面的少年手 拄着下巴 笑眯眯地看着他 陆之贤 未来白软软的舔狗之一 是原主的四师弟 在尹云宗真正有排名的人是八个 也就是白月兰的八个青传徒弟 裴林是第一个 他是第二个 收到老七之后 白月兰就不再收青传徒弟了 白软软是破格收入的第八个 尹云宗九成的徒弟都是其他长老收 在交给自己旗下大弟子教导 他们白月兰的青传弟子 像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班同学 没有血缘关系 但也多少也有感情 老四陆之贤人如其名 整日游手好闲 嘻嘻哈哈 但天分颇高 是召唤界的天才 听说他生下来当天 陆府被神兽包围 一头可爱的召唤兽就陪在他身边 陪伴他度过整个童年 如今他身边的召唤兽已经有了四个 要知道 在整个召唤界内 拥有召唤兽最多的人也就只有十个而已 陆之贤家境好 是被人宠大的小公子 骄纵还嘴上不饶人 平常就喜欢欺负原主取乐 陆之贤毫无情商地嘲笑 蓬头垢面像是顶了个鸡窝 大师姐 你现在可真是丑死了 云瑶收回目光 悠悠地叹了口气 我为了救人 杀死三个三街魔兽 搭了自己的半条命进去 现在五脏六腑都是裂开的 你想要笑话我就笑话我吧 我不在乎 现场顿时一片死寂 嘲笑的弟子也笑不出来了 大师姐这么严重啊 大师姐可要保重身体啊 四师兄你刚才说话有点过分了 大家都知道 大师姐在问龙宗受了委屈 你别笑话他 赶紧道歉吧 陆之贤嘴角抽了抽 尴尬起身 大师姐 对不住啊 我跟你开个玩笑 却忘了你刚才经历过什么 他讨好道 再说今天上召唤课 我相信 你今天肯定能召唤出好东西来 云瑶哼笑 那我要是召唤不出来 你就当我的灵兽吧 陆之贤一正像是小狐狸一样笑着道 行 刚才师弟言语有失 对不住 大师姐说什么是什么 其他弟子们 则是好奇看着云瑶这一身装扮 试探着问道 大师姐 打三斗魔兽是不是很难啊 看你这样子也是受伤严重吗 话音一落 有人对了对他 别乱说话 大师姐最不喜欢的 就是上课说话的人了 你想要挨罚吗 弟子舒然反应过来 眼住嘴巴惊恐低下头 对不起 弟子失言了 云瑶不急不虚地道 是很难杀 费了我很大的功夫 现在五脏六腑都是开裂的 弟子们惊奇望着他 今天在场的 全部都是元五十年进入宗门的弟子 比云瑶小了五届 恰好处在一个 怕他又不太怕他的阶段 头一次听到他跟他们闲聊 倒也很是新鲜 没想到 大师姐脾气变好了 陆之贤也好奇地盯着他 裴灵心疼的皱眉 义女弟子窃窃提问 那 大师姐 那三斗魔兽很厉害吗 云瑶不置可否 这么形容吧 我的五脏六腑不是因为他们攻击我撕裂的 而是我在杀死他们的时候 用尽浑身的法力 身体承受不住撕裂的 众弟子倒抽一口冷气 活生生撕裂的 那得多疼啊 陆之贤也谋闪了闪 倒也生出几分净佩来 大师姐一直都是我们问隆宗的精英弟子 能够杀了三个三阶魔兽 也是有能力傍身 可是我分明记得您 不是拿到了问隆宗的牌子 不是说 只要是你能够打败三阶魔兽 你就是问隆宗世尊了吗 你怎么没当啊 云瑶冷笑 问隆宗出而反而 说我不配当 把我给罢免了 陆之贤 真给你罢免了 那不是传闻啊 众弟子满头问号 罢免 他们整齐滑衣 看向白软软 你们问隆宗不说话算话的吗 白软软被他们看得脸颊发烫 自觉理亏 辩解道 才不是 我们只不过是说 云瑶现在年纪还小 没有办法担任整个问隆宗的大任 不同意 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毕竟三个三间魔兽 都是他耗费了半条命杀死的 如果能够成为我们的宗门宗主 如何能够保护我们的弟子 弟子有些恼了 那你们也不能出尔反尔啊 你当我们大师姐拿猴子耍呢 就是啊 说好的宗主之位不给了 你们好歹也是一大宗门问隆宗啊 这事儿说得过去吗 这不是坐享其成吗 这不就是在害人吗 白软软被对得有点无措 没想到 他们同仇敌凯攻击他一个人 很是苍白的辩解 我没有害人 我们就是在保护我们问隆宗 你们大师姐年纪还小 就想要成为我们的一阶宗主 如何能够保护好我们弟子 陆之贤凤眸一转 也遇得笑了 那我倒是好奇了 你的师尊保护了你们的弟子吗 你们问隆宗不刚刚还是灭门了吗 看来你们问隆宗宗主也不咋样 出尔反尔 眼下就是报应罢了 第十五章 召唤界哑炮 云瑶 裴灵冷笑连连 对 报应 白软软被对得无言以对 红着眼咬住下唇 是 我们是出尔反尔被灭门了 但你们应该庆幸 我们问隆宗被灭门的时候 你们大师姐不在这里 不然死的应该就是大师姐了 裴灵眼睛一瞪 陡然拔高雨掉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堂堂也从云瑶发丝间弹出 对着白软软张开血盆大口 哈 白软软吓了一跳 云瑶面不改色地按下堂堂 顺手摸了摸她的头 够了 师兄 白软软愤不平瞪着她 她纵然顶着一头鸡窝 也是美得颇有脆弱感 鸡翘扫向白软软 摩尊也说过 她针对他们 是因为觉得他们不守信用 别管摩尊是真的还是假的 起码摩尊帮我报仇了 这事 我也没有受到多少委屈 便也罢了 何必生气 白软软脸色一变 荒谬地道 你是在感谢摩尊吗 云瑶微笑 我是在感谢命运 她将堂堂缠绕在自己手臂上 当一条白色小手镯 趁得她手臂肌肤成血 因果循环 环环相扣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如果你们当时选择了其他的 结果就不一样了 众弟子们点头点头 活该 问龙宗出而反而 就是活该 白软软钻井拳 怨恨地看着她 是 我们当初就不应该 让你踏入问龙宗 云瑶没在因她 站起身道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弟子们回到位置上坐好 脸上还有对问龙宗事件的不满 点了点头 神态也变得愈发尊敬起来 准备好了 白软软气愤落作 柳燕靠近她 小声嘀咕 你别理大师姐 大师姐就是这样的人 她每天都不苟言笑 不喜欢说话 也不喜欢跟人聊天 所以跟她同一批的那些师兄弟 都跟她不亲近 只有培灵一个人理她 连陆之贤四师兄 都不喜欢搭理大师姐呢 白软软扫向陆之贤 陆之贤像是一条蛇 恍若无骨地凑在云瑶身边 大师姐 我突然发现 你今天特别好看 尤其是你打败老顽童的时候 你知道 你当时有多自信吗 我感觉那一瞬间 你在闪闪发光 以后弟弟 我就抱紧大师姐大腿了 好不好 云瑶冷扫向塔 老娘一直都很自信 陆之贤压抑一睁大眼 扑斥一笑 满当当全是欣赏 是是是 从前不觉得师姐有趣 眼下见你这样子 我倒是觉得亲切 她挽过云瑶的胳膊 毫不遮掩地说 我喜欢这样的师姐 哪怕你现在头发跟鸡窝一样 我也比较喜欢这样的你 看起来虽然很有威严 但是平易近人 云瑶 你有病 陆之贤 裴灵将她扯到一边 仰头板着脸教育她 不许跟大师姐 走得这么近 男女授受不清知道吗 陆之贤别别嘴 懒洋洋硬 行吧 但她漂亮眼睛弯着 继续聚精会神 落在云瑶身上 白软软 这叫师兄弟 跟她不亲近 突然 云瑶瞪向她 白软软被瞪得莫名其妙 瞪她干什么 云瑶有点火大 因为上一世 陆之贤应该算是 最先喜欢白软软的 她这个人好奇心重 又成天细皮笑脸 白软软火了之后 她就整日缠着白软软 缠着缠着就喜欢上了 现在这家伙来缠着她 如果是事情被改写 很有可能陆之贤 喜欢的人就是她 喜欢她的男人 从来都只多不守 她都觉得麻烦 每次上门追求她的男人 都被她打跑了 厚脸皮地继续来追她 恶此不疲地跟她切磋 不厚脸皮地一见她就哭 忧怨的眼神盯着她 她都烦死这种事了 男男女女的 不健康 云瑶烦躁地抓了 抓鸡窝头发 高声道 既然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请排队有序站好 准备召唤自己 心灵相通的魔兽 不是神兽 众人排队战成一列 白月兰和老顽童 以及几个长老 也走了进来 坐在旁边的主位上观看 老顽童看着 这一个个鲜活的弟子 想到问隆宗的弟子们 从前也很活泼 更是如梗在喉 但一注意到云瑶 那思念稍稍后退了些 嘲讽道 白月兰 听说你这个弟子 是召唤界哑炮 根本就不能召唤出神兽 显然是灵根不够 不能够跟灵兽心意相通 云瑶斜眼扫老顽童 却迎上白月兰赞许的目光 白月兰说 云瑶有能力打败魔兽就够了 不一定非得要有神兽 辅佐在身边 就算没有神兽 也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找不回来 他的实力 已经不需要神兽陪伴了 老顽童哼笑 白宗主真疼爱自己的弟子啊 没有实力 也能在你面前说成这样子 召唤界的哑炮说出 都会让人笑话 说他灵根不干净 所以才不会获得灵兽辅佐 我徒弟就不一样了 白阮阮骤然被提到名 挺起胸膛 长老们皱了皱眉 逆向那白阮阮 那自信盎然的表情 老顽童有一抹腥味 染上霉烧 我徒弟的灵根很干净 我相信 他一定可以召唤出最好的神兽的 说话间 一个一个弟子 走到召唤门面前 开始召唤 有几个召唤成功 但是出来的都是什么鸟 小鸡 这种资质平平的灵兽 还有几个召唤失败了 女弟子见召唤门没有反应 很畏惧地看向云瑶 生怕他会说 他没有好好修炼灵根 大师姐 我半年前就开始做准备了 日日精心修炼 培养灵根 可我今日不知怎么召唤不出来 对不起 云瑶颇为意外 你跟我说 对不起干什么 女弟子咬住下唇 显然素日里都被原主管怕了 我怕你生气 对我失望 云瑶一正 无奈笑笑 拍了拍他肩膀道 没事 召唤灵兽本身 就是要你们双方心意相通 只可能是你们的灵兽 忙着拉屎没空来 女弟子 谢谢大师姐的安慰 我感觉如沐春风 云瑶示意她回座位 下一个 白软软 第十六章 大师姐 你一个哑炮 凭什么叫我们 白软软站起身 来到召唤门面前 云瑶双手抱怀 懒洋洋道 口诀都会吧 把所有感知都放在你的灵根上 白软软点头 以手画印 忽然看向她 大师姐 我有一个问题 云瑶 说 白软软将她上下打量 我很好奇 你明明没有办法召唤神兽 为什么你要在这里面教导我们 请客间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白月兰拧起眉 老顽童却是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这样一笑 知道云瑶身体状况的弟子们 也忍不住低下头憋笑 谁不知道云瑶是夜间内的哑炮 他根本没办法跟灵兽心意相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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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们压低头不敢笑得太大声 陆之贤都有点严余的笑了 这笑容没有嘲讽 就是觉得好笑 一个哑炮叫他们这些非哑炮 确实是有点意思的 白软软见到这个氛围 感觉扬眉吐气 渐渐扬起下巴 挑衅地看着他 裴灵听不下去 想要上前说他 云瑶按住裴灵 也不生气 白软软 你知道我为什么是大师姐吗 白软软笑着摇头 云瑶不疾不徐地说 大师姐是九门科目里面 有八门科目每次都第一 并且在弟子切磋中 能够五拒三胜的 年年大师姐大师兄选拔 我依然屹立不倒 站稳了几十年的大师姐 哪怕只有召唤这一门 科目我不行 我其他的也可以碾压你了 白软软笑容逐渐消失 云瑶缓缓道 年轻是很好 话也敢说 但有一些耻辱 你得记在心里头 他业余看向老顽童 别忘记你师父是怎么在我脚底下爬的 也别忘记你 怎么被我踹到柱子上的 要不是我善良把你拿下来 说不定你师父现在还站在柱子前 一边哭 一边把你往处抠呢 白软软 老顽童 全场哄堂大笑 我的妈笑死我了 救命 一边哭 一边往外抠 也太有画面感了 大师姐怎么了 怎么这么会说话了 陆之贤笑得东倒西歪 裴玲憋笑都已经憋不住了 生怕自己没了大师兄风范 赶紧用袖子挡着 浑身都在发抖 白月蓝眉宇舒展开 大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余光扫向气的胸口 剧烈起伏的老顽童 老前辈别生气 晚辈还年轻 说话不好听 老顽童愕然瞪着他 他欣赏目光落在云瑶上 云瑶 别没有礼貌 继续上课 云瑶假笑 是 师尊 他再挑眉 看向白软软 请吧 脸跟调色盘一样的小师妹 别老猜我不如你的地方了 一共九门科目 我八个科目 能把你家祖坟 压得长不出野草来 望周知 白软软愿对的咬住下唇 不再多说 深吸一口气 站在召唤门前 轻声呢喃 应我所求 随我而来 开 话音一落 地面突然嗡嗡震站起来 教室里的笑声 戛然而止 云瑶向后退几步 只见那召唤门中 金光乍现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走出来了 堂堂缠在他手腕上 金恶瞪大眼睛 是至唇之气 我感觉到了至唇之气 主人 好像有很厉害的东西要出来了 众弟子们 金恶看向召唤门 白软软胜劝在握 只见里面骤然飞出两个身影 将它缠绕其中 全场哗然 是孟蝶和金雀 白软软站在两个灵兽之中 孟蝶扑腾着奶子色的翅膀 轻易地和他贴贴 金雀也不甘落后 轻易地用尖嘴戳了戳他的脸 白软软眉眼弯弯 不禁一看云瑶一眼 满是炫耀 云瑶却已经愣住了 不 这数目不对 上一世 他可是直接召唤了五个 这次怎么就是两个了 太少了吧 老顽童激动地拍案而起 又扯到伤口 但他依然要感动地落下泪来 我就说 我徒弟是最棒的 一口气召唤了两个上不封顶的灵兽 试问 还有谁能把我徒弟的灵兽更好 陆之贤也傻眼地飘到云瑶身边 大师姐 这个云瑶的灵兽 竟然比我的还要好 七十阶吗 我可是七阶啊 他身后的几个奇形怪状的灵兽 也是目瞪口呆 陪灵面色凝重 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仙鹤 有点失味 看来 他灵根很好 能够跟厉害的灵兽契合 梦蝶和金雀 是灵兽中知名的控制系灵兽 梦蝶可以催眠人 金雀可以让人从催眠术中惊醒 亦或者 如果有人被魔族控制的话 金雀也能够让其清醒过来 最主要的是 梦蝶和金雀可以进化 上不封顶 能够成为神的灵兽 不像是他们身边弟子手中的灵兽 升级到五六阶 就是极限了 整个教室都沸腾了 这白软软竟然这么厉害 竟然能够召唤出 两个控制系灵兽 而且 梦蝶和金雀 是可以搭配着来的 太厉害了吧 柳燕激动地扑上去 抱住白软软 天那软软 你也太棒了吧 我就知道 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第一次尝试 就已经成功了 而且一口气 还召唤出这么厉害的神兽 你果然就是最棒的 白软软也很高兴 继续扫向云瑶 柳燕也注意到云瑶 从白软软身上下来 故意挑衅道 大师姐 不好意思 我太为自己的朋友高兴了 你应该不介意吧 毕竟白软软也是我们的小师妹 她强大 也是我们问隆宗强大 云瑶回过神 有点想笑 明明能考一百分的卷子 考了四十分 却都在沾沾自喜 她心情甚好 很赞同地道 是啊柳燕 你说得对 要是你 也能召唤出一两个灵兽就好了 否则门门科目倒数第一 召唤术也两手空空 像个废物一样 在我面前炫耀 第十七章 她认主了 柳燕嘴角一抽 气得甩袖走了 老顽童倒是很欣慰 直接起身道 好了 既然所有弟子都召唤成功 那就换场地训练他们的默契吧 白月兰 等等 云瑶还没召唤呢 老顽童一正 像是刚察觉到云瑶这个人似的 惊讶地刹着眼道 你们这个云瑶还要召唤 我还以为她一直都是个哑炮 你们都已经习惯不让她召唤了呢 白月兰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 云瑶 你要试一试吗 白软软看向云瑶 娇俏脸上有讥讽一闪而过 大师姐试试吧 说不定会有好结果呢 云瑶沉吟着没说话 陆之贤贴在她耳边小声提醒 大师姐 你还是别试了 这个小师妹显然是想要笑话你 你努力这么多年不可能成功的 你还是放弃吧 免得被人笑话 裴灵也对着她摇头 云瑶 别去 弟子们有几个面露担忧 他们都知道云瑶召唤不出来 平常也就算了 大家都已经习惯 但是这个结果眼上召唤不出来 那就是丢脸 而且还是丢大脸 白软软胜券在握 看着云瑶笑 放弃也是可以的 大师姐 云瑶眼波流转 微微一笑 为什么不试试呢 陆之贤和裴灵相视一眼 给她使眼色 这是激将法 不能信啊 云瑶无所畏惧 走到召唤门面前 凝神聚气 调动灵根 然后她发现 她没有灰根 云瑶 她想起 园主曾经坐在镜子面前 喃喃自语 不知为何 我的灰根与我没有回应 难道 作为一个残魂 我注定召唤不出属于我的灵兽吗 她突然懂了 不是因为残魂的原因 是因为 她身为魔尊 本身就没有那个地方长灵根 残魂是她 那个地方她就是空的 也没有办法长出来 灵根的那个地方 已经被她的魔器霸占了 魔器蓬勃跳动着 强劲有力 自信十足 她突然有点生气 你自信个屁 我要灵根要的 又不是你 魔器吓得一抖 缩成一个小球球 躲在角落不动了 与此同时 北明待在她的魔窟内 身边趴了一群舔着伤口的狗 她毛茸茸的黑色尾巴 将自己圈在其中 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 那个女人 那个眼睛像是宝石一样漂亮的女人 他们还会再见吗 云瑶安静站在召唤门前 迟迟不动 白软软站在一旁探头敲了敲 看她神色凝重 笑得更开心了 大师姐 怎么不动了 老顽童吃笑 她不是觉得自己 没有资格召唤 她丢脸吧 云瑶眼眸一闪 面色凝重地 看着召唤门 她一定要召唤 召唤出来也好 召唤不出来也好 她要满足瑶瑶的心愿 云瑶宁神静气 以手结印应我所求 随我而来 开 没有回应 现场安静如机 召唤门甚至都没有波动一下 她遗憾醋眉 眉宇宁众至极 弟子们懊恼醋眉 有点同情 白软软却突兀地笑出声 哼 云瑶一个眼刀扫过去 你笑什么 白软软单纯地转了转眼珠 俏皮道 我就是觉得大师姐挺有意思的 刚才还跟我们自信满满说 九颗八颗满 可你这一门无论怎么样 都是一个哑炮 不像我 她的灵兽左右个一个 同样讥讽地看着她 白软软说 我就很苦恼 一开始就召唤了两个 嘿嘿 众人微惊 地震 柳燕注意到召唤门 等等 你们看召唤门 云瑶转头 就见召唤门里 竟然凝聚着黑色的漩涡 仿佛要有什么东西 呼之欲出 狂风骤然从召唤门处扑了出来 整个教室掀起一片尖叫 啊 哪来的大风啊 我要被吹飞了 谁吃剩的半拉鸡腿 飞我嘴里了 卧槽 你小子是偷的吧 那是老子的鸡腿 云瑶下意识护住眼睛 却突然注意到 这风竟然绕开它 吹得其他人东倒西歪 长老们以手画盾 将白月兰等人护在其中 而弟子们 被压得睁不开眼 到底怎么回事啊 白软软紧紧抱住 自己的两个灵兽 趁乱看向召唤门 是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云瑶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站在正中央 看着召唤门中 有重重叠叠的身影 是的 他没有看错 不是一个人 是重重叠叠的身影 他心里一紧 冲向召唤门 裴灵被压得睁不开眼 师妹 别去 云瑶奋不顾身 伸进召唤门里面 抓住最前面的人 一把将其拽出来 北冥茫然迎上 云瑶凝重的目光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身后不知道是谁 推了他一把 他要扑入云瑶怀里 云瑶却闪身躲开他的拥抱 狠狠地踹了一脚 召唤门里面 不许出来 重重叠叠的人影 被他一脚踹翻 顶刻间消失无踪 风声骤然消失 整个教室都安静了 他头上的鸡窝更加凌乱 惊慌失措地 站在召唤门门口 望向四周 目睹了一切的长老嘴角 疯狂抽搐 你刚刚 是不是把什么东西 踢回去来着 他心里一紧 摇头 没有 我刚才就是狡猾 可大家都愣住了 北冥也愣住了 白软软陡然反应过来 尖叫 云瑶 你召唤了一个魔族出来 老顽童拍案而起 召唤的还是北冥 我们问龙宗的老仇人 弟子们惶恐躲开 缩在角落 道这是怎么回事 大师姐怎么能召唤出魔族来 北冥正正看向身后 正巧 迎上云瑶镇定自若的眼睛 他覆手而立 看着错愕的北冥 是我召唤你来的 北冥困惑歪头 像头小兽 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召唤我 云瑶有点尴尬 语气还是云淡风轻 我在上召唤灵兽课 结果灵兽 没有召唤出来 召唤出了你 北冥正主 看着眼前这硕大的召唤门 上面赫然烙印着一个图腾 他认主了 还是认了这个女人 第十八章 北冥是我的人 他不能死 整个教室已经被一片死寂围绕 弟子们诚惶诚恐地缩成一团 惊恐瞪着云瑶身后那个高大的男人 堂堂目瞪口呆 小声嘀咕道 主人 你太牛逼了 你刚才应该是召唤出一大堆吧 但是你只抓住北冥是吗 云瑶浑身都是冷汗 只是因为北冥站在前面而已 他当时很确定 有很多魔兽和他做出了回应 他们在激动地叫嚣着 想要成为他的魔兽 且方才的教室内 狂风大作 地动山摇 造成这么可怕的影响 说明那些魔兽能力不低 北冥是第一个站在最前面的 他身后最少还有三个 而且全都是魔族 一旦全部召唤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幸好他当时反应快 直接将北冥抓出来 把其他人踹回去了 只有一个北冥还好处理 多了他就是魔童 现实了 砰的一声巨响 震得云瑶转头望向声援 老顽童气地拍桌子 指着他大叫道 大胆云瑶 你既然能够召唤出魔族 就说明你会根不纯 并非彻底的修仙人 应当将你这种弟子 驱逐出隐云踪 顺便打死这个北冥 北冥瞳孔咒缩 你敢 突然 他身前多了一只仙仙玉手 将他护在身后 他压抑看着云瑶 云瑶护在他身前 神色凛然 老头子 这是我的灵兽 别管他是人是魔 他是这儿八经 跟我签订了契约的 你不能动他 北冥呼吸一致 更困惑了 长老站起身 斥责云瑶 云瑶 这一次我就不能帮你了 你身为我们隐云宗弟子 却召唤出这种 不伦不类的东西 若是传出去 我们隐云宗的名声怎么办 另外一个长老沉稳道 云瑶 赶紧将他赐死 你身为主人 想要掌控他很容易的 杀了他 你再召唤一个 或者我们再给你一个灵兽也可以 气氛一片死寂 弟子们忌惮又畏惧地 看着北冥高大的身影 劝说道 大师姐 把这个魔族给杀了吧 他可是魔啊 就是啊 他刚才还说自己是黑犬一族的少主 你要是强行留下来 会有安全隐患的 大师姐 杀了他吧 不能将他留在我们隐云宗啊 北冥眼底浮起层层叠叠的冷色 心中暗笑 道貌黯然的修仙族 召唤了他 却还要杀了他 可笑 长老已经忍不住了 云瑶 快点动手啊 裴林无措看向云瑶 师妹 云瑶眉眼清冷 我不 大家一正 北冥 长老怒道 你不杀 我来杀 他提剑冲向云瑶 云瑶眼眸一沉 闪到他身前捏住剑尖 长老 请您冷静 长老震惊于他的速度更加愤怒 你身为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弟子 却召唤出魔族算什么事 传出去 你的名声都毁了 我们隐云宗的名声也毁了 他身为修仙一族 召唤出魔族是耻辱 云瑶是召唤戒哑炮可以 但是召唤出魔族就是不行 长老抽出长剑袭击北冥 你既然不忍心动手 那就我来 剑锋直袭北冥 北冥眼眸一暗 蓄意动手 却感觉手脚被人镇压 他惊恶看向源头 是另外一个长老在使用法术镇压他 他呼吸一致 眼看着那剑锋要刺入他胸膛 他要死了 可就在这一刹那 一个人护在他身前 以身挡住了这支剑 剑锋猛然穿过了云瑶的身体 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 长老震惊 云瑶 你竟然以身挡剑 你疯了吗 云瑶神色凛然 一手握着剑身 脸色逐渐变得清灰 大长老 现在 我们可以谈谈了吗 大长老哑住 现场一片死寂 裴灵心疼不已 师妹 你糊涂啊 陆之贤呆若目击 卧槽 师姐用身体挡剑 就这么在乎一个魔族吗 北冥难以置信 看着云瑶灰白的小脸 为什么帮我挡住 他魔力不高 转换成修仙等级 也就只有铸鸡七四五阶 这些长老都是在他之上的 所以他打不过老顽童 和隐云宗宗主 只要是他们想杀他 他毫无反击之力 只能等死 云瑶恨铁不成钢地看向他 你是我的魔兽 你要是死了 就是我巫呢 我为什么不帮你 北冥愕然 裴灵在一旁痛心疾首 可是瑶瑶你 怎么这么不听话 这可是魔族 你还是隐云宗 远近文明的大师姐 如果召唤魔族的事情 被人知道了 你的名声就毁了 但他也不忍心苛责 担忧他的伤势 怎么样 你的伤势感觉如何 云瑶无所谓 将剑拔下来 见了裴灵一连血 麻木道 我没事 区区致命伤而已 裴灵 这不是没事的样子吧 出血量超大 他淡定看向 对面已经冷静下来的两位长老 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谈了吧 长老咬住下唇 气得胡子翻飞 谈什么 谈你不顾性命 保护这个魔族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连我们的命令都敢违背 云瑶哼笑 无所畏惧 我是人 不是玩具 更何况我师尊都还没说什么 你们倒是先急了 白月兰眉眼沉沉 文言先谋看着他 他其实从一开始 就已经在盘算云瑶这件事情 该怎么做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云瑶竟然能够为了这个魔族 不顾性命 他思存着 说出你的看法 云瑶直截了当 北明留着 唯我所用 白软软气笑了 师姐 你想要跟我比 也不至于这样 虽然我黑犬一族 也是魔族的召唤兽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召唤兽品种 可是不一样的 云瑶好奇 有什么不一样呢 同样都有法术 黑犬一族 也是出了名的忠诚 护主攻击性强 近战里面的王者 也是跟狼族并驾齐驱的 这种品种 在魔族非常优秀 五百年前 也是魔尊怀里的宠物 怎么到你这儿 就上不去台面了 北明眨巴眨巴眼 他竟然给他们 这个种族 这么高的评价 很好 那他对这个女人的好感加铃 一 白阮阮继续嘲讽道 你也说了 那是在魔族 这黑犬一族在魔族 不管有多么高贵 在我们修仙界 就是卑贱 第十九章 说好的魔族人 心思歹毒呢 云瑶抬手给白阮阮一巴掌 啪 白阮阮震惊捂住脸 你打我 云瑶指着他鼻子 你再说 我的魔兽低贱一个试试看 白阮阮气得红了眼 我说怎么了 云瑶上前 咬着后槽牙很利道 你的灵兽高贵 但不过就是 一条虫子一只鸟而已 我的魔兽随随便便 就能把他们咬死 你别惹我 懂吗 北明这才注意到 天上飞着俩战战兢兢的灵兽 厌恶道 先说好 我不吃虫子和鸟 但拍死还是可以的 白阮阮气的眼里有泪 很不理解 大师姐 难道在你眼里 魔族始终要比修仙一族高贵吗 云瑶目光灼灼 不是 是魔族与修仙族平等 众人威正 老顽童怒斥 大逆不道 魔族如何配与修仙族相提并论 云瑶不甘示弱 老东仙 你一定没有开阔过你的眼界吧 魔族和修仙族是一样的 北明诧异望着他 云瑶转过身 正视众人 魔族里面的兔族是吃草的 全族都没有杀伤力 麻雀一族也就是吃大米的 而且 他们能够种出最好的大米 牛族是最好的劳动力 雇佣他们带房子是最好的 勤勤恳恳还不易怒 他们也是魔族 你们认为 他们也是食恶不赦吗 众人哑住 云瑶云淡风轻 哪个种族里面没点坏人 只是魔族主张自由开放 没有规矩束缚着 每个种族有每个种族的规定 你们就一盆子 扣死说 魔族都坏 那问龙宗不坏吗 云瑶看着老顽童 陡然拔高了声音 我差点死在三头三尖魔兽面前 不好容易打败魔兽 兑现了我的诺言 我就应该是问龙宗宗主 可全宗们临时反悔 将我驱赶 说我不配 白软软还试图给我200颗零食打发我走 我现在五脏碎裂 浑身磨气入体 连个负责人都没有 还说我活该 他们如此理直气壮 一句感谢都没有 难道他们就不坏吗 他们就清清白白吗 生振动凉 老顽童耿住 哑口无言 长老们低下头也若有所思 云瑶眉宇闪烁着冷光 既然双方都不干净格 就别说谁比谁低贱 更何况 这是我召唤出来的魔兽 还是魔族里面最优质的魔兽 证明我有能力 如果我能控制住他不做坏事 那恰好 就是我掌控得当 既然大家都是修仙的 就应该保持良善 一视同仁 如果做不到 这辈子也别想成仙了 大家彻底压住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点茫然 大师姐说的没错呀 如果不能够一视同仁 那就证明道心不稳 如何能成仙 白月兰深邃目光落在云瑶身上 微微汗手 那便留下来吧 众人震惊望向他 大长老不理解 白月兰 你糊涂啊 这可是魔族 白月兰眉宇间拢着探究 望着云瑶道 正如云瑶所说 魔族与修仙一族确实平等 这个魔族会做什么 取决于他的主人 他不应该死 否则 世人会觉得 我们宗门不分青红皂白 手段过于残忍 云瑶呆呆看着帮他说话的白月兰 长老们不支持 月兰 大弟子召唤出魔族的事情 会毁了我们名声的 这样不行 白月兰不嫌不淡 既然云瑶作为魔族的主人都不在乎 我们这么偌大的隐云宗 又有何畏惧呢 众弟子哑然 总算是没了话 云瑶呆呆看着他 堂堂探头探脑 小声道 主人 你这个师尊好像还可以 挺是非分明的 我刚才一直都在观察他 他看到你召唤出魔兽之后 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生气的 反而露出了有点心疼的表情 云瑶 心疼 他有些恍惚 是啊 上一世讨厌白月兰久了 差点忘记白月兰 在没有被白软软吸引前 也是个正常的师尊 他就像是原主温柔且严厉的父亲 在很多时候 其实都有点偏袒原主的 只可惜 有白软软之后 就变成后爹了 他拱手作一 多谢师尊理解 白月兰微微昂首 看向北明 北明人高马大地处在旁边 像是一尊冰雕 压根就没有 想要给他作一的态度 白月兰促起眉 云瑶 身边跟个魔兽是可以 但他还是别以人的样子出现了 没有规矩 给你丢脸 云瑶无语 对了对北明 你不懂礼貌是不是 作一 北明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要作一 云瑶对他脑袋一记暴扣 北明捂着头 把腰弯下来 哎哟 他恰好鞠躬九十度 白月兰眼底浮起笑意 嗯 还算标准 以后慢慢学吧 下次作一 就不用捂着脑袋了 北明捂着头顶起身 他被占便宜了 其他弟子扑斥一笑 这魔族还挺有意思的 别说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他觉得挺帅的 魔族都人高马大 感觉得有一米九嘛 我也是我也是 他好帅好好看哦 但这是可以说的吗 柳燕心生肚恨 看着这个傻大哥 本来以为大师姐是个哑炮挺好的 因为他也召唤不出来 结果没想到 大师姐不仅仅召唤出来 还真召唤出这么好看的一个魔族 他很是不愤 有什么好的 说不定魔族是主 大师姐保不齐 什么时候就被这男人给杀了 师兄弟吓了一跳 愕然看着他 会吗 这个北明会杀了大师姐吗 白软软也物自冷笑 肯定会 北明他有所耳闻 脾气不好 虽然是黑犬一族的少主 但是不受重用 因为他哥哥继承了族人之位 魔族人都变态得很 更何况不受重用的北明 云瑶现在浑身都是伤 他肯定会被北明杀死的 可是北明看云瑶的肩膀 滴答滴答往下渗血 直接将他抗在肩膀上抬腿就走 云瑶震惊 你干什么 众师兄弟也恶然 北明神情平淡 先带你去看大夫 白软软 说好的魔族人心思歹毒 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疼人呢 第二十章 哪来的扑冷俄子 滚一边去 裴灵下意识要跟上去 白月蓝却阻拦 云瑶 你先去疗伤 伤势差不多就回来上课 云瑶挂在北明肩膀上 含糊地应了一声 颇为意外地看着北明 北明也不看他 一路扛着他到门口 路过的弟子们 瞪圆了眼睛 望向北明 他就跟个珍稀动物一样 在影云踪踪门 服装为蓝白色的校园里 穿着黑红色长衫 碎发披散 尾端竖着一小节狼尾 顶着个黑色兽耳 大摇大摆地 带着他前往宗门口 云瑶安静躺在他肩膀上 一个字都不吭 他倒要看看 这家伙做什么 终于 俩人来到大门口 北明冷着脸将他放下 云瑶肩膀上的伤势 还在往外流血 你带我来这看病 北明冷漠地看他一眼 二话没说 转身就走 直接离开了尹云踪 堂堂以为自己看错了 荒谬地探出头 他就这么走了 一点也不关心你 你好歹是他的主人 他竟然就这么轻飘飘 把你给留在这里了 太过分了吧 您刚才可是为他挡了刀子 堂堂气势汹汹 飞向北明 您别拦着我 我这就去烧了他的狗尾吧 云瑶魂不在意 抓住堂堂转身就走 堂堂在他掌心中 奋力挣扎 干什么 为什么要阻拦我 云瑶不予理会 把他往肩膀上一丢 不用管 爱走走 北明置住 回头看向身后 少女顶着一头积窝脑袋 走在春风中 头也不回 他 为什么不来追他 他都把他丢在门口了 算是背信弃义 为什么不来追他 北明转过身 张嘴想说话 但又想到什么 他身为黑犬一族少主 却成为尹云宗弟子 身边的魔兽这事 传出去是会被人笑话的 走了是好事 既然这家伙 想要跟他井水不犯河水 那他就走 北明蓄意转身离开 突然注意到 地上一滴滴红色血字 血字很浅 像水一样 隐隐透着粉 是他肩膀上的血 北明眼眸闪动 看着少女清冷挺拔的背影 云瑶一只手在身前 似乎是捂着伤处 北明有些恍惚 他一定 很疼 他深吸一口气 大不流星走到他身后 伤口很疼吧 云瑶脚步一顿 拿着西瓜回头 你说啥 北明 他拿着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包皮小西瓜 在手中抱着看 那西瓜汁就跟血液一样 滴答滴答砸在地上 北明荒谬 你怎么还吃西瓜呀 我以为你捂着伤口哭呢 云瑶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要哭 再说 我吃西瓜怎么了 北明嘴角抽了抽 指着他肩膀上的伤口道 可是 你受伤了呀 你还有心情吃西瓜 哦 这个 云瑶从伤口处 拿出一块藏了血包的肉 这个伤口是假的 是我当时集中生智 用法术变的 目的就是为了达到 我舍己为人的大义精神 然后 他面无表情地 将其塞了回去 北明 用错诚语了吧 他嘴角疯狂抽搐 所以 你为我挡刀 是因为你早就有所准备 云瑶莫然 不然 难道你以为 我会重情重义到 对你这么一个 刚出现的人挡刀子 再用我的大爱 温暖了你那颗 冰封多年的寒心 别扯了 我在以云宗练了 七十多年的剑 我的心早就已经 跟毛坑里面的石头一样 硬了 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自己 才不为了你这个狗人 北明 狗人 他不知怎么有点火大 我说你好歹也是个修仙族 怎么能撒谎 欺骗自己的师尊 就你这样你 还能呈现 云瑶啃着西瓜转身 关你屁事 他错 跟上去 怎么不关我事 咱俩现在不是 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吗 云瑶逆他 你不是要走吗 那你为什么要关心我的死活 北明一噎 下意识到 那你不是我主人吗 说完 他就后悔了 他怎么能认这家伙为主人 然而 云瑶回给他更冷漠的目光 我不是你主人 因为你没有认我是主人 你说话不算话 你刚才说带我去找大夫 实际上就是找个托词自己开溜 北明被他说中 眨着狗狗眼 心虚嘀咕 你竟然能够猜中我的心思 这很难猜吗 他假笑 赶紧滚拔蠢狗 趁着天还没黑 天黑你妈妈 该喊你回家吃饭了 堂堂很不厚道的笑出声来 蛇尾还不断拍打 回家吃饭 这不会是个乖狗狗吧 北明脑袋里闪过一个问候 直接拦在他面前 你说谁蠢狗 你竟然敢对我们黑犬一族 这么不尊敬 云瑶也不理他 直到 我现在要去上课了 所以你别跟着我 身为尊贵的黑犬一族 你还是哪两块哪呆着去吧 北明嘴角抽了抽 荒谬地跟在他身后 如果这是你用来吸引我注意力的手段 那我告诉你没用 我根本就不在乎 然后 他手里放了一个西瓜皮 云瑶冷漠 出宗门的时候 记得帮我把西瓜皮扔掉 我们两个人两清 北明 这就两清 他就这么不在意他吗 他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云瑶远去 云瑶禁止来到练习广场上 所有召唤成功的弟子们 已经在中间练习 没有召唤成功的弟子们 还在旁边旁观 白阮阮站在正中间 梦蝶在他掌心中上下翻飞 他捧着给白月兰看 笑得眉眼弯弯 师尊 你看 梦蝶好不好看 白月兰淡漠地看了一眼 梦蝶奶紫色的翅膀 忽闪忽闪 好像很喜欢他一样 飞着凑近他 白阮阮笑得很开心 师尊 梦蝶很喜欢你呢 白月兰不太喜欢这种亲密 闪躲了下 视线不经意落在 不远处的云瑶身上 梦蝶注意到 白月兰的视线不在他身上了 突然有点懊恼 顺着视线看过去 就见顶着一头激窝的云瑶 正朝着他走过来 他不爽地朝他飞去 准备给他面门一击 云瑶神色懒带 完全没有在意梦蝶 梦蝶漆黑眼瞳 闪烁着锐利的光 看他致命一击 堂堂惊叫 主人小心 云瑶面无表情地走向白月兰 就感觉面前粉光一闪 随手挥开 哪来的扑棱额子 滚一边去 第二十二章 你凭什么这么转 就凭你有扑棱额子 梦蝶巴基甩在地上 白软软 啊 梦蝶 梦蝶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突然一巴掌拍飞 在地上疯狂抽搐 起都起不来 他怨恨 看向云瑶的背影 就算是他不会说话 他那扑腾的翅膀 也是彰显着 他骂得有多狠 北明见到这一幕 倒是严余地笑笑 扫向云瑶 白软软 气急败坏 大师姐 梦蝶就是想要跟你 轻轻轻戒而已 他有什么错 云瑶这才后知后觉 故作惊讶地掩住嘴角 那是你的扑棱额子 我都没有注意 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蚊子 鸡蛋本师姐香甜的血液呢 北明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跟在云瑶身后 漫不经心地抬脚 从梦蝶身上踩了过去 并狠狠撵了撵 白软软脸色乍青 尖叫道 梦蝶 他将地上抽出的梦蝶 捧起来 狠狠推北明一把 你为什么要踩我的灵兽 你个魔兽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北明亮呛两步 生气地笑了 你说什么 这臭虫子 比我高贵是吧 白软软很是心疼 含泪怒吼 本来就比你高贵 他在看向云瑶 你到底是怎么管这条狗的 他故意踩了我的灵兽 分明我的灵兽 一开始是想要跟你亲近亲近的 白软软说着说着 竟然哭了 大师姐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我 我们问龙东已经灭门了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矛头突然直指云瑶 其他师兄弟们宁起眉 不忍地望向云瑶 大师姐这件事情 确实是是你不对 你怎么能把梦蝶丢在地上 还让你的魔兽踩了一脚呢 有人却道 别这么说啊 大师姐不是故意的 但那个魔族 毕竟是个畜生 脑回路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肯定是以伤害别人为乐的 怪不得是魔族 手段肮脏 柳燕翻了个白眼 阴阳怪气 就光说魔族 大师姐故意把梦蝶扇飞 北明再上脚踩 主仆两个人一唱一和 还表现得不够明显吗 就是大师姐主仆故意的呀 云瑶阴侧侧看向他 就你长嘴了是吧 柳燕忌惮地低下头 愤愤不平 云瑶再不紧不慢 望向北明 北明本来很生气 一迎上他的眼神 不知为何 感觉有点害怕 脸色也不好看 我也没看见这扑冷额子 我不是故意的 他授耳都耸达下来 毛茸茸尾巴垂着 整个人都是丧的 云瑶挑起眉梢 不 他就是故意的 他勾勾嘴角 还算是有点良心 知道跟他站在同一阵线 他走到白软软面前 检查了一下 几乎都被踩扁的梦蝶 轻轻吹了一口气 梦蝶瞬间满血复活 在白软软手中上下翻飞 惊恐地看着他 他眉眼弯弯 小虫子 你下次要实在想攻击我 我就把你用火烧成灰 梦蝶身体颤了颤 躲在白软软身后不动了 白软软虎视眈眈 师姐 就算是你把我的梦蝶给治好了 这件事情你不能够玩 你的魔兽 刚才故意踩了我的梦蝶这件事情怎么算 矛头再指向北明 北明烦死这帮人 总想要讲道理的样子 暴躁的 就踩了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再废话老子就杀了你 把你鹅子的翅膀给撕碎 全场哗然 白软软瞪大眼睛 唯恐天下不乱地道 大家都听见了吧 师姐的魔兽想要杀我 他想要杀我呀 金却在他旁边叽叽喳喳 仿佛在用鸟语帮着主人说话 白软软激动地看着云瑶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家的狗 你还说什么 你可以掌控他 他现在就要杀我了 你身为大师姐身边跟着一个魔族 难道你想要造反吗 云瑶不以为然 看向北明 无所谓 反正他也已经不是我的魔兽了 他一会就走 白软软一正 白月兰也是皱了皱眉 北明一头雾水 但想到刚才 说的那句话 隐隐黑了脸 白软软见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劲 瞬间明白过来 坏笑道 哦 我明白了 师姐原来你也加以不住你的魔兽啊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人你的感情很好呢 但他要是走了 你不就又成一个哑炮了吗 云瑶表情无波无澜 我的实力不需要魔兽辅佐 他回头看向北明 你刚才不是还说 不会成为别人的魔兽 你跟上来干什么 还不走 少女眼底的驱赶是实打实的 北明气上心头 挥袖转身就走 顿了顿 他又想到什么 闪身到白软软面前指着他鼻子道 给我管好你的扑冷额子 不然本少主见到他 就杀了他 白软软呼吸一致 被他俊眉给晃到了 瞪大眼睛 没说话 虽然很吓人 但长得是真好看啊 这男人 北明以为他被吓到了 心情有点好转 杨装不经意扫向云瑶 云瑶几倍挺直 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突然有点气闷 转身走了 白软软回过神 有点开心 大师姐 你好不容易有了魔兽 现在人家走了 你今天这堂课 就只能旁听了 北明脚步一顿 云瑶不在意 顺手举起手腕上缠绕的堂堂 我这不是有一个 堂堂得意地涂着蛇杏子 我可是很牛逼的哦 白软软见他这么自信地 养着舌头 扑斥一乐 这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 会说话的小灵蛇吧 资质品品 不过就是个缓解寂寞的宠物 竟然被师姐当成宝贝一样养着 师姐你是有多想要一个灵兽啊 有魔兽就护着魔兽 没有魔兽 就用一个宠物 当成自己的灵兽 你这样显得你好可悲哦 柳燕哈哈大笑 就是 师姐真是嘴硬 这种小蛇能干什么呢 堂堂被嘲笑的脸色难看 恨不得现在就露出原形给他们看 靠着云瑶耳朵嘀咕 竟然敢嘲讽我这个尊贵的神兽 我可是龙族 主人你现在 把我原形露出来 让他们开开眼 告诉他们 什么才是这儿八经的神兽 云瑶按住他的脑袋 刚想说话 突然身前落下一片阴影 他压一抬眸 看着横在他面前的北明 他居高临下的 看着白软软 你凭什么这么转 就凭你有扑伦额子 第二十三章 白月蓝 你凭什么不让我去 白软软看着北明嚣张跋扈的眉眼 脑袋里闪过一个问号 北明转望向云瑶 语气高傲 我突然不想走了 扑伦额子不死 我就会在你身边 云瑶正正看着他认真的眉眼 所以 你留下来 是想要给扑伦额子守灵 北明 他荒谬看他一会儿 心里陡然有了怒意 对 守灵 我就是来守灵的 行了吧 他气鼓鼓转过头 云瑶抠了抠脑壳 生什么气啊 守灵不是挺有男子气概吗 忽然一个急匆匆的小弟子 前来寻找白月蓝 宗主 三师兄传来消息 说是隐云宗底下的小云村 有魔物来袭 他们似乎破了宁施展的结界 最近每天都有女子失踪 云瑶眼睛一亮 来了 白阮阮进入隐云宗的第一个正式高光时刻 原来这些事情 都是在今天一天发生的 上一世 园主躺在床上的时候 白阮阮就已经轰动整个修仙界了 包括但不现于 他杀了三个三阶魔兽 继承问隆宗之位 打败云瑶大师姐 并且小云村里面有魔族作祟 全都是一群七八阶魔兽 任务算不得难 高光在于 小云村里面有隐云宗的三师兄 整个隐云宗 除了白月蓝最好看的男人 齐文 冷漠 高傲 清冷是白月蓝的代名词 齐文身上同样有 只是不同的是 白月蓝身上 有一种岁月沉淀的沉稳 齐文有宛若冰山般的冷冽气息 比白月蓝年轻几百岁 还是除雀圆主之外 最优秀的学生 上一世 齐文对圆主的伤害很大 在圆主眼中 他是最优秀的弟弟 他很照顾齐文 可是 齐文对他反响平平 而且非常冷冰冰 甚至最后喜欢上白阮阮之后 还帮着白阮阮收拾过圆主 白阮阮会在今天第一天 跟齐文相见 给齐文留下好印象同时 也会成为小云村的英雄 这种事情 其实平平无奇 但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小云村里面有一个小妹妹 是大陆十大家族首位的孙女 这些魔物 是冲着小妹妹来的 因为小妹妹是至纯灵体 对于魔族来说就是大补丸 白阮阮救了大补丸小妹妹 为白阮阮之后 铺路不少 云瑶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这一波 白阮阮可以跟齐文谈恋爱 但是小妹妹必须在她手里 云瑶眼眸幽暗 有了点主意 刚好 白阮阮掐指一算 视线在现在弟子们身上打转 那不过就是一群 猪鸡七七八阶的小魔兽 胜在数量多 谁去 报酬是五十颗零食 她果断站出来 师父 我可以 白阮阮 你不可以 云瑶 为什么 白阮阮没有看她 只是不爽地 看向五十阶弟子们 不过都是一群小怪而已 你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吗 弟子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向后退了一步 白阮阮愈发不快 冷力气势 压得人喘不过气 怎么 学了这么长时间 这么点小怪都不敢 非得让你们大师姐过去吗 云瑶再次毛遂自荐 信心十足 他们既然都害怕 那就让我来 我可以 白阮阮扫向她 疯了眉眼 装着不由分数的执着 我说了不行 谁都可以去 但你不行 云瑶一震 开始生气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啊 白阮阮眉宇皱了皱 冷眼扫她 你是在凶我吗 她掐腰 我凶你怎么了 白阮阮 北明 哦吼 堂堂 哦吼 紧跟着 弟子们中伸出一只仙仙玉手 让我去吧 师尊 云瑶看向生源 白阮阮怯怯生生地眨着水眸 很期待地看着白阮阮的 我想去 白阮阮眉心微醋 看向陆之贤 陆之贤 你陪着跟她一起去 陆之贤瞪大眼 感觉自己好像是路过的狗 被踹了一脚 师尊 为什么非得让我陪着呀 大师姐想去 就让大师姐跟她一起去呗 白阮阮眼神弯过去 陆之贤别嘴 垂头丧气转身离开 还很不情愿地 看了白阮阮一眼 你可不要给我添麻烦啊 白阮阮笑得眉眼弯弯 如同小仙女一般 轻快跟上 四师兄 我不会给你拖后腿的 我保证 俩人渐行渐远 云瑶只能眼巴巴地看 很不高兴 师尊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不满意 所以你才不让我去的 北明哼笑 靠近堂堂吐槽 他还好意思问自己 是不是做了什么 他刚才都跟师父那么说话了 大呼小叫不守规矩 我一个魔族都看不下去 堂堂爬上他肩膀 用蛇围挡着嘴巴小声嗶嗶 少则怪自己 多欺负别人 是我主人的行事准则 云瑶回头瞪向他们 堂堂瞬间躲在北明头顶盘程 一坨大便 北明也吹着口哨 看其他地方 他可是不怕这女人的啊 他就是突然想看看风景而已 云瑶收回目光 恰好迎上白月兰探究的眼神 他心里一颤 白月兰生的先锋道骨 已经足有两百多岁的年纪 但依旧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他肌肤很白 眉眼清冷中 却不失娇艳 看起来就是很好欺负的样子 当然 这只是他魔尊的角度 毕竟对他而言 白月兰是个小他好几百岁的小辈 完全拿捏不出威严 而白月兰居刀灵下地看着他 似乎是要将他看到心里去 他也不管不顾地扬起下巴 拽拽腻着他 俩人互相对视 气势谁也不输给谁 现场一片死寂 弟子们呆若目击地 看着不甘示弱的云摇 只感觉大师姐疯了 大师姐真的疯了 肯定是被磨气入体之后 脑子不正常 不然为什么敢用这种眼神看师尊 以前大师姐是最讲究规矩的 师尊在他眼中 那可是如神明一样的存在啊 裴林也吓得脸色发白 完了 他就知道 小师妹肯定脑子被驴踢了 他小声嘀咕 小师妹 你是个徒弟 不是师尊的师尊啊 你不能用这种眼神看着师尊 这是大逆不道的 云摇一正 在看着居高临下 逆着他的白月兰 他还在看她 只是那漂亮的桃花木内 原本的幽深和探究 转成了无奈 云摇很不高兴 师尊 你到底让不让我去 白月兰依旧没有表情 不让 他恼了 为什么呀 你总得给个理由吧 白月兰眼眸闪烁冷意 指了指她的腹腔 五脏开裂 内伤严重 你告诉我 你是以一个什么身份 去青角魔族 云摇咽了咽 理直气壮战损板大师姐 为爱奉献苍生啊 再说了 我又没有伤口 你说的那都是假的 白月兰没好气 戳了一下她肩膀上的伤 那这呢 你这不也刚刚受伤了吗 刚才大长老一剑刺穿了你的肩膀 你现在还流血呢 你自己忘了 顿了顿 他觉得手感不对 扣住她衣服的破损 抽出来一块猪肉 猪肉被剑锋贯穿 上面还缝着血包 显然血是从这里来的 白月兰 裴灵 众弟子 这伤口是假的 第24章 我这个登场闪耀吗 云摇有点不太好意思地转过头 兵不厌诈吗 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当时情况紧急 我总得让大家冷静下来 白月兰拿着肉的手抖了抖 北明在后面翻了个白眼 亏得她当时还感动了一下 以为这个女人为了她受伤了 白月兰甩手把肉丢地上 你连你大长老都敢骗 交给你的那些遗花接木之法 被你当成什么了 她理直气壮 你凶什么呀 难道你真要我受伤啊 白月兰耿住 气得笑了 行 但是你五脏断裂是事实 你给我好生敬养 一直养到你身体好为止 这段期间不许下山 她在怒斥其他弟子 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件事情 不许告诉大长老 听见了吗 弟子们点头如捣蒜 不说不说 绝对不说 白月兰在狠狠看云摇一眼 回去给我疗伤 顺便面壁思过 反省反省 你今天都犯了些什么错 她甩袖离去 裴灵凑到云摇面前 你别惹师父生气了 你现在受着伤呢 还是赶紧去休息吧 师父也是为了你好啊 他很心疼你的 原本大长老把你刺穿之后 自己都可内疚了 结果你是假的 像你这种 正常都要去撕过牙的 但是师尊还是护着你 不让大长老知道 所以 你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小云村那边 不就是一点点小妖精吗 那白软软处理完 还能飞黄腾达不成 别任性了 裴灵劝阻完之后 转身走到弟子们面前 教导弟子 如何和自己的灵兽 心意相通 云摇站在一旁 眉宇凝重 可不就是飞黄腾达吗 他其实是 不需要那个 第一大家族的青睐的 可是他不拿 就是白软软拿 他扔了也不能给白软软啊 北明一副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 手放在后脑勺上 说风凉话 完了完了 尹云宗第二大美男子齐文 要跟小师妹 白软软单独相处 你着急了吧 云摇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 北明一副 看穿他的样子 坏笑道 不然 你为什么非得要下山 去解决那些小喽啰 你是喜欢齐文 担心白软软会抢走齐文 所以才会这么着急的吧 云摇表情骤然消失 伸手 你过来 北明一愣 老是芭蕉腐下身 把脸凑过来 干嘛 他直接对他脑袋一击暴击 我帮你敲掉你脑袋里的水 北明弹起三米高 啊 他荒谬捂着头顶道 你干什么呀 云摇嫌恶 老子想要下山 自然有老子的想法 你凭什么揣测老子的心思 北明揉着脑袋上的大包 生气道 那你也不能打我呀 从小到大 还没有打过我的头呢 说完 他突然想到什么 有一个人轻轻敲他脑壳 语气含笑 小蠢狗 以后你就是本尊的宠物了 北明镇住 摸着头茫然 另外一道女鹰 将他拉回现实 喂 蠢狗 他抬头看去 迎上云摇鸡窝头底下 那双很漂亮的眼睛 变成兽形态 带我下山 北明呆呆看着他 喊他是蠢狗 他应该生气的 可这么一瞬间 他突然没了抵抗的力气 跟被吓了将头一样 变成兽形 黑犬一族身形高大 活像是一头大象 倒也气派 云摇见他这么痛快 也挺高兴 飞身胯坐上他后背 好狗 回来给你吃肉骨头 北明眉心紧锁 有点生气 快速奔向前方 纵身一跃 飞身上空 下次念 云摇睁大眼睛 看着蓝天白云 与他如此逼近 失重感骤然而来 刺激的他压低身子 搂住他脖梗 终于有一种鲜活的感觉 涌上行头 就是应该这样 什么遇见飞行 他就喜欢坐骑带着他飞 他笑得眉眼弯弯 快一点北明 冲啊 北明挑眉 转头看后背上的少女 嘴角轻轻上挑 快速奔向远方 此时此刻 小云村内尖叫声此起彼伏 村民们诚惶诚恐 无处闪躲 那一个个魔族 生得奇形怪状 面目猙獰的抓着村民质问 我问你们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至纯灵体 村民手足无措 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我啥也不明白 我根本就不是修仙的呀 那魔族宁笑一声 竟然直接捏爆了他的脑袋 刹那间血液四溅 目睹这一幕的村民尖叫 哈哈哈哈 齐文捂着伤口 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被村民按下 别去了大侠 你已经受伤了 齐文见眉警索 脸色很是苍白 跟一众村民 躲在村长的房子里 他一开始来的时候 以为这里面也就两三个世界魔族人 结果没有想到 短时间内竟然增长到了五十多个 他终归体力不支 受伤严重 被村民给救走了 可是这里面 还有很多没有救助成功的村民 不行 齐文用剑鞘撑起身子 我得保护大家 哪怕此身战死 也定然不能放弃 一直支撑道 我们尸门的人来了为止 话音一落 外面突然响起打斗的声音 齐文睁大眼 就见一个扛住重剑的少女 冲向那些魔兽 陆之贤也飞身而来 身法灵动 师兄别动 我们来救你了 俩人不过片刻 杀死了三个魔族 转头望向他 你没事吧 齐文眼前一亮 视线下意识 落在扛住重剑的白软软身上 心头一荡 突然 旁边窜出来一群魔族 齐文惊愕 小心 陆之贤下意识护住白软软 手持长剑想要冲过去 却见天上落下一个黑影 一只硕大的黑犬轰然落地 直接将地下几十个魔族人压在身下 村民尖叫 又来了一头魔兽 陆之贤一脸惊愕 看着这头魔兽上坐着的少女 白软软错愕抬头 齐文也顺着魔兽抬头 见到骑着魔兽的少女 脸色微变 不 那不是魔兽 那是他的 大师姐 云瑶踩在北明后背上 自信一笑 不好意思师弟师妹们 本师姐来晚了 怎么样 我这个登场足够闪耀吗 陆之贤目光呆滞 闪耀过头了大师姐 魔族好像都被你给踩死了 云瑶 第25章 大师姐来保护你们 云瑶立刻操纵着北明跳到旁边 露出躺在地上都已经压成柄的魔族 全部都口吐白沫 眼睛向上翻白 甚至还有几个头都被压扁了 他沉默片刻 朝着北明投去佩服的目光 你屁股好沉啊 北明 谁让他们不长眼睛 往本少主降落的地方站的 才不是我屁股沉 陆之贤 咱就是说 一口气打死这么多魔族也是好事 毕竟你俩出现已经打赢了大部分的魔族 就别吵架了 白软软却是胡一道 大师姐 你怎么会来这里 师尊不是说不让你来的吗 你为什么会来 云瑶看都不看他一眼 静止走到齐文面前 再看向齐文身后那些村民们 各位村民们都没事吧 村民们感激点头 对着北明畏惧道 大仙 您身后的那个是魔族吗 怎么瞧他浑身黑漆漆的 还貌黑气 齐文盯着北明 目光逐渐变得凝重 白软软哼笑一声 想要说话 云瑶面不改思地捂住他的嘴巴 不是 他是我的一个座妻而已 如果他真是魔兽的话 怎么可能会帮着大家打魔族呢 对吧 北明跟在他身后 是一头兽形 虽然是一条狗 但他更像是一头狼 正中间的眉心 还有一条漂亮专属的图腾 是任主的标记 村民都没见识 文言原本忌惮的神态 瞬间变得恭敬起来 拱手作一 这位大仙可真是厉害啊 坐着您这座骑风风光光 一出场就把那些魔族都踩在脚下 活活踩死了 我们小云村 能够得到诸位的照顾和守护 简直就是我们小云村的幸运 还请诸位请受我们一拜 他们屈膝下跪 要朝着云瑶磕头 云瑶吓了一跳 赶紧将他们扶起来 莫要这么说 收拾魔族 是我们修仙一族应该做的 你们也是受惊了 现在请各位都待在这里 我会结束结界 保护你们的安全 等到所有魔族清除之后再出来 村长感激得点点头 眼里有泪光 多谢姑娘 白软软还被云瑶捂着嘴 不甘心地挣脱两下 云瑶拽着她走出避难所 随手一挥 直接落一片结界 顺便屏蔽掉里面的两界之间的声音 白软软正开她的手臂怒斥 大师姐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你是不想让大家知道 你身边带的是一个魔兽 原来你也知道 你带着魔兽上不去台面 竟然还想瞒着老百姓 云瑶轻飘飘看着她 反问 我是想瞒着 因为我觉得 没必要让他们知道 现在大师姐要求你帮忙隐瞒事实 你作为我的小师妹 难道不帮我隐瞒 白软软耿住 云瑶更是机翘 你跟我这个隐云宗大师姐 不是一条心 白软软倒吸一口冷气 辩解道 当 当然不是 我就是打抱不平 你这位魔兽 好歹也是 做了点好事吧 他刚才把那些魔族人压死 应该算他的功绩 可你却因为他出身不好 不正大光明 向大家介绍他的身份 你不也是在抵触魔族吗 北明会不在乎吗 北明 滚 白软软 被困在结界里面的村民 见他们好像是要吵起来 疑惑地盯着他们 齐文忍着疼走到他们面前 吵什么吵 村民虽然听不见 但是也能看见你们的脸 当物知 即是应该先清空这些魔族 而不是吵架 更何况这件事情 有什么可吵的 他冷漠 瞥向北明 语气沉冷 师姐 这魔兽怎么在你身边 是师父给你的吗 云摇云淡风轻 是我召唤出来的魔兽 齐文瞳孔皱缩 素来清冷的神情 竟然有一瞬间崩塌 你怎么能跟一个魔兽心意相通 而且 怎么没有第一时间杀了他 白软软 可怜巴巴地道 师尊和长老 本来第一时间就想要杀掉的 可惜师姐舍不得 他说他可以保证 这个魔兽不会犯下错误 所以要求我们留下这个魔兽 师姐既然这么有自信 那我们就只能留下他咯 齐文更是反感 北明甩着尾巴 站在云摇旁边 完全无视这些人异样的目光 简直就是一群矫情的修仙者 齐文很失望 师姐 今天我们打败了这些魔族之后 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 你这个魔兽的去留 云摇望向魔器残留处 默然抽出蓝散 我没什么可说的 该说的事情 我早就已经在召唤出 北明的那一刻说完了 这是我的魔兽 只有我才能掌控他的去留 北明冷哼 机窍看向齐文 简单说 就是你不好使 齐文 突然 一群黑雾 疏然落在云摇的时部之外 黑雾如同海浪般 扑到了云摇等人的脚边 散开成一群人影 云摇气定神弦 齐文却是紧张 又来了 而且比刚才的数量 足足多了三十个人 云摇眯了眯眼 视线定格在中间 正中间还有一个魔族老大 身披是黑色斗篷 肌肤有黑发亮 头上顶着野牛鸡脚 天生凶象 阴沉沉地望着云摇 就是你 做死了我的魔族兄弟 云摇挑起眉梢 指向北明 不是我 是他 他屁股大 北明 村民们哪怕是身在结界里也是 吓得向后闪躲 来了 又来了 而且这一次觉得这帮人 好像更厉害的样子 也不知道 这帮小年轻能不能行 齐文捂着伤口 摇摇晃晃地站直身体 想看正中间人的等级 他脸色发青 坏了 我看不出他的品阶 怎么办事件 我们几个人能打过吗 白软软也担忧地望着他 这位师兄 你应该是我的三师兄吧 我觉得 你现在伤势很严重 你还是到旁边休息去吧 我来保护你们 陆之贤和齐文亚裔看向他 齐文打开神时 看了一下白软软的鲜脉 虚弱的 时节铸鸡 你要怎么保护我们两个 我和你的师兄 都是气贱 白软软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仗义地一拍胸脯 我会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保护你们的 我肯定能行 相信我 齐文 第26章 大师姐脑子被驴踢了 齐文看向陆之贤 陆之贤一脸稀松平常的样子 指了指自己脑袋 别管他 这家伙脑袋好像被驴踢过 齐文在望向云瑶担心道 师姐 我看不到他的等级 你能看到吗 神眼只能看到 比与自己平级 且比自己低的人 所以 云瑶当然能看见这家伙 不仅仅是比他们这些学生 高了几级而已 而是高了很多 以魔族修为 换转成仙族修为的话 他是金丹七九阶 而他就算是铸鸡七一阶 按理来说也是打不过这祸的 只可惜 他是魔族 能力上不封顶 他云淡风轻 我也看不见 打就完了 直接弄死他 齐文沉默 望向陆之贤 大师姐的脑袋 也被驴踢了对吧 陆之贤 黑黑一乐 大师姐应该是 被驴踢得最狠的那个 对面的魔族头子 人高马大 几个学生根本不够看 突然他将视线定格在 以兽形态出战的北明身上 仔细辨认之后笑了 黑犬一族的少主北明大人 您怎么在这儿啊 北明不说话 男人却是锐利地眯了眯眼睛 清楚看到 北明和云淀身上 缠绕着的一丝丝纽带 他很震惊 看向左右道 有兄弟们 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北明大人 竟然成为了这位女子的灵兽 他们两个人 竟是心意相通了 不知道咱们北明大人 是能不够 只能够给一个乳修未干的 小丫头当灵兽呢 还是说 这个修仙的小丫头 会根不干 竟然能够召唤出魔兽来啊 魔族人震惊 北明大人 竟然成为了这个小姑娘的魔兽 哈哈哈哈 那也太丢脸了吧 好歹也算是 咱们魔族里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怎能沦落到这种悲惨的地步 北明大人 您给这位修仙异族的人当奴才 您父母知道吗 您哥哥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他哥哥知道个屁 北明在他们的家族 根本就不受宠 哈哈哈哈 细细碎碎的嘲笑声 落在北明耳边 他眼底慢慢凝聚滔天杀意 依旧按住不发 齐文和陆之贤 倒是意味深长地看向北明 白软软也忍不住嘲笑 要不我怎么就说 你们两个人不应该在一起呢 一个在修仙界这边立不住脚 一个在魔族这边立不住脚 里外不是人 这下可好 被嘲笑了吧 云摇取下腰后的伞 云淡风轻地说 嘲笑又能怎么样 杀了那些嘲笑我的人 不就没有人在嘲笑我了吗 白软软震惊 笑得更嘲讽了 大师姐 那你可真厉害 能打过看不见等级的魔族 魔族头子恍恶地点点头 表情更加意味深长 哦 这个就是隐云宗的大师姐 看起来好看是好看 但头发太乱 倒是他身后的那个 扛住中间的小姑娘灵气 感觉比这个大师姐强多得多 头子意味深长地道 果然啊 北明少爷 就算是您在修仙界有了主人 也是个刺品 云摇眼眸一暗 瞬间闪现到魔族头子面前 奇闻和陆之贤 甚至都没有跟上他的身法 大师姐怎么这么快 北明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他的手甚至都准备抓住云摇了 但云摇已经朝着魔族头子打了过去 冰蓝色的伞轻盈如绸缎 展开的漂亮弧线 还带着冰蓝猩猩燃尾 所过之处 魔族手下血液似箭 潺潺魔气喷涌出来 竟然被一刀割喉 楼楼门吓得后退两步 惊恶看着云摇 只见他就足间一点踩在伞面上 似笑非笑 有空笑我家狗 不如笑着面对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北明愕然看着他 魔族头子脸色一沉 抽出紫金锤朝他轮去 云摇轻盈躲开 就这 头子目自欲裂 抄起锤子抡他脸 他一屁股坐在伞上看他扑空 仰头嘲笑 戏狗你行不行啊 魔族头子气得眼睛瞪圆 鼻孔都吐出两道浊气 咿咿压压地朝他打去 其他魔族小弟也没闲着 瞬间将陆之贤包围 陆之贤瞬间投入战斗 齐文想要上前帮忙 却撑破伤口 嗯 白软软赶紧搀扶他 大师兄你没事吧 齐文忍着疼 看着在上面和魔族头子 打的你来我往的云摇 我没有事 赶紧去帮助大师姐 白软软却很着急 不不不 你受伤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先带着你到结界内去疗伤 齐文正开塌 你赶紧去帮助大师姐 否则大师姐孤立无援 快去啊 白软软完全不听 直接把她公主抱在怀里 没关系 我会保护你的 齐文 陆之贤见到云摇单打独斗 捏绝而起 焚冰绝 蓝色火焰 疏然飞向魔族头子 那魔族头子 却反手一挥 兵验原路返回 甚至比刚才的速度更快 陆之贤闪躲不及 突然一人撑伞 将他拥在怀里 陆之贤惊出一身冷汗 迎上云摇满含怒意的双眼 想拖我后腿吗 滚开 他挣了挣 担忧道 我想帮忙啊 你打不过他的 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到他的能力 如果你死了 师尊不会放过我的 陆之贤说着 又愤怒看向四周 白软软他刚才不是还吹牛逼说 能够保护我们吗 人呐 云摇也垂眸看去 就见白软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抱着奇闻冲向结界内 奇闻就跟那个没有力气的病人一样 颤颤巍巍朝着他们伸出手 别管我 去救大师姐 白软软 三师兄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云摇 陆之贤满头问号 这白软软是有毛病吗 我们现在正确人手 他管三师兄干什么 三师兄自己爬 都能爬回去了 魔族头子冷笑 两个小孩都打不过我 怎么不让你们的师尊来帮忙啊 陆之贤愤恨看向魔族头子 身后陡然多出了四头神兽 孩子们上 云摇脸色大变 不可 但他反应慢了 陆之贤还未成熟的神兽们 就跟幼儿园进攻特种兵一样 不要命地朝着头子飞了过去 壮汉轰笑 行 这是送上门来的食物 他抖开抖篷 飞山上 看我吃了他们 第27章 怀中无男人 拔剑自然神 云摇火速冲上前 将陆之贤的那些灵兽搂在怀里 甩手丢给陆之贤 头子见此大怒 一脚踢向云摇后背 他骤然受击 重重扑入陆之贤怀里 一口血喷在他肩膀上 陆之贤脸都白了 师姐 云摇疼得咬牙 反手给陆之贤一个巴掌 你疯了 你的那些灵兽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甚至还会成为 滋补他身体的灵药 带着你的那些宝宝滚 陆之贤脸上 陡然扶起一个巴掌印 震惊看着他 师姐 我 他突然错开目光 魔族头子手持锤子 朝云摇袭来 他下意识地反转身体 把云摇抱住 云摇有一瞬间的错愕 这小子竟然还会帮他挡刀 但这个他挡不住的 他必死无疑 他靠在陆之贤肩膀上 迎上魔族头子 面目猙獰的目光 你们俩一起死吧 陆之贤下得闭上眼睛 疼痛却迟迟未来 他愕然睁开眼 转过头 就见一只白嫩的手 死死掐着紫金锤 手背上青筋抱起 骨节发白 时间在这一瞬间放缓了 陆之贤愕然看着怀里的云摇 他单手握着紫金锤 表情凝重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坚韧感包围着他 他眼底陡然闪烁起了光芒 魔族头子有一瞬间错愕 用更大的力气将紫金锤往下压 云摇当时感觉到一股微压袭来 痛得他喊出声 陆之贤吓得不敢动 师姐 他想帮忙 但是怕动了影响云摇发力 只能这样无力地看着 云摇强撑着身体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疼的 五脏六腑生生作痛 仿佛要撕裂开一般 这个身体太弹娘弱了 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脱油瓶 害得他没有办法施展魔力 他忍疼看向陆之贤 陆之贤抱着他 俩人中间还夹着一堆奇怪又可爱的灵兽 全都眨把水汪汪的眼眸望着他 其中一个毛茸茸的粉嫩小毛球 伸出舌头舔了舔他脸颊 很是担忧地看着他 陆之贤正正 师姐 为什么 云摇目自欲裂 现在是问我为什么的时候吗 你现在疑心幻影到结界里面去 不然我们都得死 陆之贤坚定摇头 不行 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 我们可是一家人 云摇 一家人是吧 陆之贤重重点头 他一脚踹飞他 一家人就滚一边呆着去 陆之贤惨叫落地 直接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 他疼得咳嗽 血液缓缓从嘴角渗出 绝望地望着天上的云摇 想说的话在心里盘旋 大师姐 我能够理解你 想要护着我的心情 可魔族还没把我咋样呢 你好学没给我踹死了 北明见陆之贤下来 变成人形飞身而起 我来帮你 云摇却看向他 定 北明猛地僵住 明显感觉到自己 被浓浓的魔器给包围了 这不是先祖的法术 是魔族的 但云摇怎么会魔族法术 他愕然 结界内的村民 扒着窗户往外看 看云摇单打独斗 忍不住感叹 身子那么瘦小的一个女子 好勇猛啊 是啊 她好像是最厉害的 还会保护人 其中一个人 看向白软软 疑惑道 你的师兄弟都受伤了 就你没事 你怎么不去帮帮忙啊 齐文也担忧 看着飞在天空上 那单薄的身影 白软软 大师姐绝对打不过 那个魔族头子 你快去帮帮他 白软软望向云摇 眼底泛起一抹不快 闷闷道 当务之急 应该先处理一下你的伤口 齐文无语了 我不会死的 你去 白软软直诱到 什么东西比命重要啊 大师姐不会死的 她很厉害的 齐文 你真的尊敬大师姐吗 白软软 当然啊 她眼睛清明 闪烁着一点点心虚 但是比起大师姐 我更担心你 齐文 云摇浮在空中和魔族对视 魔气涌动 慢慢修补着这具肉体 她眼底隐隐翻起了一抹 圣券在握的快意 魔族头子挑起眉 你的气势 好像是变了 云摇踩在散面上 步履轻盈 怀中无男人 拔剑自然神 魔族头子 你的法术跟男人有关系 云摇 没关系 有没有男人 我都能弄死你 底下的那些魔族喽啰 文言一正 哈哈大笑 竟然还敢这么挑衅我们的统领 我们统领 可是我们整个种族最骁勇善战的 就是 老大给这个修仙族的娘们瞧一瞧 对 弄死他 魔族头子哼笑一声 慢慢飞到云摇面前 信不信我一只手指头就能弄死你 云摇挑眉 信 你来 魔族头子哼笑 手触碰上云摇肩膀 轻轻戳了戳 没戳动 他笑容微僵 用两根手指戳了戳 还没动 云摇疑惑 干嘛呢 给我按摩呢 魔族头子脸色微僵 不信邪地继续戳动 两根手指变成三根 三根变成一掌 一掌变成一拳 完全没有办法撼动他分喉 魔族人探头探脑 期待到 老大 不要再怜香惜玉了 赶紧杀了他 魔族头子额脚迸发冷汗 不知该如何解释 云摇却微微一笑 到我了 他伸出一只手 对准他脑门 轻轻弹一个脑瓜崩 魔族头子瞬间被弹倒在地 砸出一个人形的大深坑 刹那间 万籁俱寂 魔族头子 疼得面目猙獰 看着浮在空中的云摇 云摇单脚踩着伞尖 轻飘飘地笑 跟我斗 你有这个实力吗 紧跟着 他飞身下 抓着头子脖子 狠狠朝着另外一边丢去 丢飞后 又闪现到他面前一踢踢飞 男人就像是个球一样 被他连环踢 欧拉欧拉 欧拉欧拉 男人被揍得毫无还击之力 只能不断痛呼 魔族手下惊愕 冲上前帮忙 云摇回首一个眼刀 懒散顺着他的视线 冲向魔族 划过他们的喉咙 魔族手下瞬间团灭 溃散成烟 而魔族老大绝望地望着这一幕 竟然无能为力 震惊道 你绝对不是修仙族 你是谁 云摇踩在他的脖梗上 徐徐勾起嘴角 我只是一个不喜欢我自己的魔兽 被人嘲笑的 温幼善良 冰雪聪明的好主人罢了 说吧 在男人恶然目光下 一脚踩爆了他的脑袋 魔族头子瞬间溃散成烟 云摇用清理爵清理了鞋底 轻松转身 迎上北明很差异的眉眼 他挑起眉梢 错目看向他身后 无数村民从节界处朝他飞奔来 赢了 这位大仙打赢了 大仙太厉害了 太帅了 太帅了 齐文在白软软的搀扶之下 亮亮呛呛地走出来 双眸中满是钦佩 师姐 你真厉害 陆之贤抛下自己的那些灵兽 开心朝他奔过来 大师姐 其他村民的孩子们 如同见到仙女一样跑到他面前 女孩子 直接给他一个热情洋溢的拥抱 云摇被这热情 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在一抬头 迎上了影云宗几人的目光 其中还有北明的 齐文眼里似乎是有泪光闪烁 大师姐 你真是让我再次刮目相看 陆之贤眉眼弯弯 大师姐真帅 北明也神色复杂 看着他欲言又止 他却勾唇一笑 你看 我都说了 你们就是拖后腿的吧 第28章 主人 能够当您的魔兽 是我的幸运 齐文微微一愣 捂着伤口 苦涩地扯了扯嘴角 陆之贤哭笑不得 我说大师姐 你是不是对浪漫过敏啊 我们本来刚想要夸你骁勇善战 结果没想到你就这么说我们呀 也太残忍了吧 有一个小女生 眼巴巴地看着云瑶 目光宛若看着大英雄 你太帅了姐姐 你刚才在天上 把那个男人直接踹下来了 她的血就跟放烟花一样 我长大以后 也可以成为像你这样的一个修仙者吗 云瑶微笑 当然可以 女孩子眼睛更亮了 其他的村民 热情洋溢地 给他拍彩红屁 这位女侠名不虚传 身法灵动 颇有仙人之姿 将来肯定是能够得到飞升 成仙人的 对对对 您可真是太厉害了 待会儿也别走了 这魔族好不容易都灭了 您留下来吃顿饭 我们给您准备怎么样 对 杀鸡杀猪好好庆祝一下 多亏了您 不然我们这小云村 还真的要死在这些魔族人手里的了呢 是是是是是 他们这一群人将云瑶团团包围 热情扑面而来 躲都躲不开 堂堂雨有容烟 很是自豪 主人 能够当您的魔兽 可真是我的幸运 大家都这么喜欢你 我更喜欢你了 云瑶不适应的笑笑 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在当魔尊时 其实走到哪里 都是受人唾弃的 哪怕他没有做过坏事 他严于律己 且在担任魔尊时 在魔族内也定下各种各样的 禁止伤害人类和修仙族的规定 他一直都希望 魔族能够融合到三界内 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 不会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恐惧咽弃 但是事与愿违 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他甚至是所有小孩子 听到了都会胆战心惊存在 也是家长用来吓唬小孩子 屡试不爽的定海神针 他第一次 听到这么多人对他感激 云瑶不适应地 摸了摸后脑勺 饭就不必了 保护各位是我们修仙一族 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还要赶紧回去复命呢 把那些资源都留着吧 过一会儿 我会让弟子们 来帮你们法术修缮房屋 今天晚上就能住了 村长颤抖着握住他的手 眼中闪烁泪花 张嘴想说什么 泪水就先夺框而出 有你们保护我们小云村 真是我们小云村幸运 以后您就是我们小云村的恩人 我们这辈子 也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的 云瑶哭笑不得 点头 谢谢您 陆直贤笑眯眯地站在他身后 满眼赞叹 师姐 我本来还想着你 偷偷跑出来 说不定会被师尊责骂 如今这么一看 你今天立了一个大功劳 比我们高了那么多阶级的魔族 都在你的不懈努力下打过了 果然一心一意练剑有效果 师尊一定不会惩罚你的 甚至还会以你为荣呢 齐文捂着伤口 满眼感激道 多谢师姐大叫 云瑶扫向他 热切稍微退去 颇为冷淡地点了点头 毕竟今天这一场戏 是白软软和陆直贤 还有齐文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感情戏 上一辈子 白软软以一众箭 除掉所有魔族 风光无限 齐文和陆直贤 对他心生好感 如今这一事 虽然杀死魔族的人变成他了 但是白软软刚才还跟齐文在一起 三人必定暗生情愫 关他这个一心一意打怪兽 提升自己的人什么事 别看他们眼下人模人样 只要是爱上白软软再好的男人 也变成恋爱脑 而且会特别针对他 没必要对他们好态度 他淡漠撇开目光 不再看他们两个 陆直贤和齐文不明所以 怎么感觉大师姐态度 突然就冷下来了 他们是说错什么话了吗 白软软幽怨盯着他们之间的气场 缓缓攥起了拳 云瑶没注意 这些暗流涌动 暗暗打量面前的这些小姑娘 那个传说中大家族的女孩 应该也藏在其中吧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声 啊 云瑶看过去 就见一个衣着还算是朴素 但色彩搭配极好的侍女 捂着脸道 我家的小姐不见了 大家脸色一变 老村长颤颤巍巍地问 是朵朵吗 侍女惊恐点头 对 刚才还在呢 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怎么办呀 云瑶脸色微变 仔细回忆 哦对 前世那个孩子就叫朵朵 朵朵就是这次事件最重要的人 她紧张看向四周围 有没有人看到朵朵 一少女顾忌地举起手 刚才看到朵朵 好像是为了捡她的荷包 往那边去了 荷包 村长一拍手掌 恨铁不成钢 哎呦 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啊 为了一个破荷包去捡 说不定这附近 还有没杀干净的魔族呢 这魔族 要是把她抓走当口粮 可怎么是好 侍女更是急得跺了跺脚 我知道那个荷包 荷包是我们夫人临死前 给大小姐缝的 对于大小姐来说 意义非凡 所以大小姐才会着急的 都怪我不好 我刚才没有看住她 说完她坐在地上 就哭了起来 云瑶拟眉 现在自责有什么用 去找她 她飞身而起 北明和陆之贤要跟 云瑶回头扫向他俩 你们赶紧安顿这些村民 万一再有魔族回来就不好了 必须得有人守着 陆之贤失望皱眉 大师姐 今天的好处全在你身上了 总得让我帮点忙吧 云瑶冷漠 你这就是在帮我 北明对着陆之贤哼笑 我和你就不一样 我是可以上阵杀敌 帮助云瑶上前线的 云瑶却一个眼刀弯塔 你也不许去 你就给我留在这里照顾村民 如果村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要你好看 北明 你不让我去 你这是在激怒我吗 陆之贤扑斥一乐 哈 还跟我嘚瑟呢 原来你也是一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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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明瞪她 又见云瑶足一点 飞身消失在她面前 她无语凝噎 小声嘀咕 就算是魔族 也不会有这么要强的女子 干什么事情都嫌我们麻烦 总得要人帮个忙吧 出事了怎么办 烦死了 第二十九章 放人 不然往你鼻子里插筷子 陆之贤文言得意地扬起下巴 夸奖云瑶 好像是在夸奖她一样 引以为傲地道 这就是我们的大师姐啊 自己能做的事情 从来都不麻烦别人的 你个蠢狗什么都不懂 北明挑起剑眉 阴森森撇向她 是哦 你前两天 看你大师姐的眼神 还没有这么热情呢 陆之贤耿住 慌张看向她 哪有 我看我大师姐的眼神 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我对我的师兄弟 都是一视同仁的好不好 说着她对白软软怒斥道 白软软你想要拖后腿 拖到什么时候 还不赶紧去修房子去 从头到尾 一点忙都没帮上 挂也不会打 房子也不会主动收拾 你那一张嘴 就会吹牛逼是吗 北明 说好的一视同仁呢 白软软被猴腿脸色煞白 眼眶红了 强忍着委屈望向奇闻 师兄 我说了 不用你保护 白软软落泪 那我走 奇闻 你现在可以自由活动 白软软抽气着打着乃格 强硬挤着一个微笑 哥 那我先去辅佐大师姐了哥 陆之贤 你是在打乃格吗 他的表情跟吃了屎一样 白软软眼泪汪汪 我一哭就打乃格 哥 陆之贤更恶心了 师尊也真是的 发育不完全的徒弟也收 修真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奇闻和北明点头 白软软 这帮男人是借过啥吗 这都不为所动 他含恨欲见而起 朝着云摇的那个地方飞去 陆之贤在后面扯着嗓子喊 你可不要拖我们大师姐的后腿啊 不然大师姐能一脚给你踹出胃出血 白软软差点从肩上翻下去 假笑回眸 知道了 但他再一转过头 已经面目猙獰 大师姐 大师姐 他绑定团宠系统之后 这帮人嘴里全都是大师姐 除了问龙宗轻轻松松征服之外 隐云宗这么重要的一个开端 竟然到现在都没有拿下 说好的被一群美男左拥右抱的生活呢 云摇落地 感觉到四周围有一种很浓重的臭气 味道里面还夹杂着淡淡的至唇之气 应该是躲躲的 但 这魔族气味 他是闻过的 忽然 腹腔里传来一阵刺痛 他皱眉 这具身体 又在犯病了 到底是注击器的身体 经不起他这么挥霍 其实他抽离开这具身体 再创建一个身体 也是比这个身体 要强上百倍的 但那就没办法隐藏魔族身份了 那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魔族 本身他的身体就没有好转 虽然在用魔器吊着一口气 但终归是修复不了 这具修仙的身体 魔器只能算是用胶水 把这具身体粘连起来 暂时能用一用 恢复还是要靠休息 他得紧快了 不然这具身体 就会真死掉 忽然不远处 传来小孩子哭喊 不要 放开我 他目光陡然变得锐利起来 顺着声音 悄无声息地摸过去 躲在树后看 只见一个魔族 拎着个漂亮的小姑娘 到另外一个魔族面前 组长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 至纯灵体 朵朵脾脾气呛得很 仗红着脸挣扎 放开我 放开我 红衣女人接过手下递来的朵朵 将她倒掉过来 完全不将这挣扎放在眼里 愉悦到 传说中 至纯之体 可以让本座永保青春 甚至还可以让本座的修为大增 他凑近朵朵 这么好的一个小宝贝 独自一人待在这深山之中 多没劲啊 跟本座走吧 朵朵看着他的野牛脸 哇的一声哭了 坐在云瑶脖梗上的堂堂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这才是我印象中的魔族 他眨着星星眼看着云瑶 您就不一样 您又美又善良 云瑶愉悦点点头 这他不否认 因为他是人转魔 不是天生的妖精 也不是仙堕魔 那些多少都得有点能力基础 可他从人变成魔 史无前例 闻所未闻 开创魔族先例 到魔族第一天就被人疯狂奏 他身体很特别 别人越揍他 他吸收魔气的越多 学招数就越快 根据别人的能力整合改良 一步一步成为魔尊 最后死在一群正义之士的手中 多少还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故事 撑着他这句绝美聪慧有魅力的身体的 云瑶背着手 气定神弦地朝着女人走过去 如果你能力达到一定等级 自己就可以修炼出 可以永保青春之法 怎么非得要杀了人家小姑娘 才能保住你的青春 牛头女警惕转头 看到她的脸 眼底闪过一抹妒忌 你是尹云宗的 云瑶看着她的兽形 越看越熟悉 爷爷道 变成人模样吧大姐 不然咱俩别说话了 这人嘴怎么配牛头啊 牛头女嘴角抽了抽 倒也真是转变模样 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高傲的仰头看着她 就是鼻子非常大 起码能插进去两根筷子 是一个鼻孔里插两根筷子 云瑶竖起大拇指 牛逼 小姑娘看见云瑶也不再挣扎 很期盼地道 大姐姐求求你救我 她温和点头 在威胁女人 把她放了 不然让你鼻孔里插十根筷子 女人瞪圆了眼 好歹也是个修仙之人 怎么说话如此粗鄙 你不过就是助击六阶罢了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往我鼻子里面插十根 我往你鼻子里插二十根 云瑶不甘示弱 那我往你鼻子里面插三十根 女人 我插四十根 云瑶 我把全天下筷子都缩哈 连夜砍掉天下竹林 给你做筷子 女人目自欲裂 给我杀了她 十多个魔族 瞬间蜂拥而上 云瑶甚至都不用动 身后的上古神器 也就是那把蓝色的伞 瞬间飞向敌人 全自动攻击 蓝色的伞 能不能不要叫她蓝色的伞 她好歹也是上古神器 虽然没有过主人 那也是跟传奇武器 同一批进入这个世界的 给她起个名吧 咋就那么懒呢 云瑶 伞 你的名字起好了 伞面飞回她身边 开心与她贴贴 云瑶 就叫蓝色的伞 伞牛脸 就把所有的魔族 都给杀干净了 云瑶欢呼 她多有才 起了个好名字而已 这把蓝色的伞 开心的都要疯了 第三十章 你冒领云瑶功劳是吧 云瑶欢呼 她多有才 起了个好名字而已 这把蓝色的伞 开心的都要疯了 她将伞收回 朝牛头女攻击过去 女人难以置信 抬手抵挡伞面名笑 一把伞做武器 为了好看病都不要了 区区雨伞能奈我何 云瑶抽出伞中 暗藏的长剑刺向她 女人 雨伞刺客 牛头女立刻向后撤去 云瑶趁机 如走小姑娘抱在怀里 小姑娘如痴如醉地看着她 哇 她也高傲飞升而起 抱着小姑娘转圈 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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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的眼貌淘心 逐渐变成眼貌惊心 姐姐 咱俩还没到地面吗 就一棵树的距离 有这么久远吗 云瑶面不改色 放下她小姑娘大吐特吐 云瑶挠头 她以为小姑娘 都喜欢被人抱起来转圈圈 牛头女蜜着眼看清楚她的脸 逐渐变了脸色 魔尊 云瑶心里一紧 望向小姑娘 小姑娘吐得昏天黑地 耳朵估计也不管用了 她特别放心地望着牛头女 不否认也不承认 牛头女却突然发了怒 我说你这家伙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原来你是那个女人的转世 看我杀了你 她露出牛脊脚冲了过来 云瑶一脚将她踹飞 牛头女巴基倒地 呕出一口血 痛苦瞪着她 浩强的狡气 云瑶 那她妈叫角力 牛头女改口 浩强的角力气 云瑶无语地走到她面前 抽出长剑 准备一剑准备刺下去 白软软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大师姐你没事吧 她闻言有一瞬间的凝制 牛头女反应更快 抽出匕首朝她袭来 她果断闪开 腹部却传来一阵剧痛 被划破衣巾 抬手挥开牛头女 滚啊 牛头女再次重伤倒地 啊 浩强的手气 白软软跑到云瑶身边 仔仔细细看着她 大师姐你没事吧 云瑶恼火甩袖 你就会说这一句话是不是 帮我杀掉这个牛头女 不用犹豫 说吧就痛得捂住肚子 好像肠子和胃宁一起一样的疼 白软软这才注意到牛头女 却见牛头女已经纱红眼睛 风魔般朝着她袭来 她下意识闪躲开 露出了在牛头女身后的云瑶 云瑶闪躲不及 直接被一剑侧的对穿 震惊看向白软软 白软软难以置信 大师姐 云瑶回手给她后脑勺一大逼兜 大师姐大师姐 你就会叫大师姐 你他妈 必必 我他妈让你把她杀了 结果你他妈夺你妈 必必必 因为影云中的弟子们 不可以骂人 身上基本上都有风印缠绕着 涉及到很难听的脏话 就会自动变成避音 云瑶一张嘴就闭 一张嘴就闭 闭了足足五分钟 白软软捂着打疼的后脑勺 愣是一句没听懂 竟然生气了 你是不是不再骂我 云瑶怒吼 我 闭闭 毕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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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他妈骂你 我他妈夸你是个 毕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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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 白软软心慌了 抓住她肩膀摇晃 你到底在毕什么呀 你是不是骂我 我听不出来啊 牛头女回过神 扑施一乐 云瑶 看来你的小师妹 就是个废物 你今天就得死在我手里了 云瑶深吸一口气 抽出胸口长箭 对准牛头女投掷过去 精准直接眨到牛头女眼睛里 女人尖叫 啊 我的眼睛 快带着我撤 他谨慎的手下赶紧带他离开 终于现场落得一片寂静 云瑶气喘吁吁 转身望向小姑娘 小姑娘不吐了 含泪望着他 大师姐 你会死吗 云瑶无力摇头 为什么这么问 小姑娘泪眼朦胧 你肩膀上的伤口都成喷喷泉了 我好担心你啊 说完 他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云瑶都住着孩子的后脑勺 仔细观察他 没有什么事 就是吓到了 但他也没力气了 将孩子给白软软 把这孩子交给他的侍女 再叫北明来接我 没办法用法术 也走不动了 白软软将女孩抱在怀里 神情复杂地看着他 点点头 转身离去 他瞬间没了力气 靠在树下 双眼发沉 堂堂担忧 主人 云瑶却感觉眼睛越来越睁不开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白软软带着朵朵回到村子 侍女三步做两步 走到他面前跪地叩手 谢谢你女侠 谢谢你救了我的小姐 白软软摇了摇头 不不不 不是我救的 是 话还没说完 天边突然飘来几朵祥瑞 村民们还沉浸在魔族图村的 丹金兽帕中 看到那几朵祥瑞 频频向后躲去 那是什么 该不会又要来什么东西吧 可是那几朵祥瑞落在地上 白雾散去 竟然是衣着富贵 身着金银玉石的大户人家 有人认出来 这是慕容一族 慕容家族的人来了 侍女大喜 家族 慕容家族是这个大陆上存在于最久的家族 是十大家族前五 他们竟然来到这里了 为首的男人捋了捋胡须 目光在村民中扫视着 突然注意到抱在白软软怀里面的朵朵 二话没说 一个剑步冲上前来 女儿 他很心疼地赶紧将朵朵抱在怀中 看到白软软有些狼狈 且沾染了血腥的样子 感激道 是你救了我女儿吗 白软软呆愣 是 不 是 慕容老爷子眼眶微红 多谢你救了我女儿 我女儿身体不好 这小云村灵气最深 本来打算让她休养一阵子就走的 结果没有想到 会有魔族侵入小云村 您是我们慕容家族的大恩人 我们一定要好好报答您 白软软正在原地 想说自己不是救治朵朵的那个人 慕容家族一挥手 一个端着托盘的侍女上前 上面满当当全都是装满了零食的荷包 慕容家族感激道 里面总共是五千颗零食 请您笑纳 白软软嘴巴半张 被这么多零食迷了眼 咬住下唇 你不用感激我 慕容老爷子微笑 您太谦虚了 您 北明直接横在她面前 你们要感谢这女人 待会儿再感谢 我有话要问 她目光灼灼盯着白软软 那个女人在哪 白软软耿住 响指一个方向 突然被慕容家主抱在怀中的朵朵 受惊睁开眼 姐姐 慕容老爷子赶紧抱住女儿 没事没事朵朵 你的姐姐在你面前呢 你安全了 朵朵茫然迎上跌跌的双眼 泪水瞬间决堤 视线又落到白软软身上 刚才救我的那个大师姐呢 她在哪 我梦见她死了 你救她了吗 话落 现场一片死寂 慕容老爷子呆愣看向女儿 不是这个姐姐救了你吗 朵朵哭得很凶 不是呀爹 救我的是那个很漂亮的姐姐 她肩膀上被刺了一剑 我好怕呀 呜呜呜呜呜 万类俱寂 北明脑子一嗡 掐住白软软驳 给她堆在树上 你她娘冒领她的功劳是吧 我问你那个女人在哪 她ren语 花着 jeannie 我问你 我问你 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